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期间 我多次目睹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 发生在形形色色的人身上 我相信 这样的奇迹同样会在你的身上发生 因为它往往就在你触手可齐的地方 只要你具备一点点神奇的魔力 就可以让奇迹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 而这神奇的魔力就在我们的潜意识中 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吝啬地运用它 去实现生命中一切最美好的愿望 这本书的目的正在于帮助人们重塑自身的思考习惯 正所谓思想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习惯 习惯决定命运 一个人在他的潜意识里 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 他就会变成什么样 你知道答案吗? 为什么有的人快乐 有的人悲伤 为什么有的人愉悦又富有 有的人却痛苦又贫穷 为什么有的人永远摆脱不了恐惧和焦虑的纠缠 而有的人却始终能够对生活满怀信心 为什么有的人能在美丽奢华的家里安然度日 而另外一些人却不得不在拥挤的贫民窟里挣扎一生 为什么有的人成就卓著 而另外一些人却终生落魄 为什么有的人说起话来叫人心服口服且备受欢迎 而另外一些人却言辞乏味又令人厌恶 为什么有的人在专业领域堪称权威 而另外一些人却终其一生也学不会一技之长 为什么有的人在罹患绝症后还能重获新生 而另外一些人却因为一点小病就一命呜呼 为什么有的人明明善良温和 拥有纯粹的信仰 却得不停地为生活的苦难所折磨 为什么有的人道德败坏 而且内心空洞浮浅 却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并长命百岁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享受甜蜜的爱情 而另外一些人却只能在孤独抑郁中拒绝遭人拒绝的痛苦 现在你能猜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吗 是的 所有的疑问都指向同一个答案 潜意识 本书缘起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 是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 想要与人分享上述问题的答案 在书中 我尽量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进行解释 我相信这些心灵方面的基本原理 是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清楚的 那些生辟晦涩的词语纯属多余 我强烈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这本书 同时不妨把其中的技巧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试着采纳我的建议吧 你会发现 生活被一种好似魔法的奇妙力量所围绕 这力量将会带领你走出困惑 痛苦 抑郁和失败 让你摆脱身心的束缚 发现生活的真谛 从而踏上通往自由 幸福和平静的康庄大道 如果你身患重病 潜意识的力量同样可以让你恢复健康 获得新生 在学习使用内在力量的过程中 你将冲破生命的牢笼 从而享有无与伦比的尊容与自由 释放潜意识的魔力 我曾亲身体验过潜意识治愈疾病的神奇故事 我相信就最能说明潜意识那不可思议的力量 多年前 我治愈了自己身上的恶性肿瘤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癌症 而我的方法就是发挥潜意识的治愈力量 正是这一终极力量赋予了我们生命 并使之得以延续 我将在本书中详细地说明我所使用的技巧 我相信当你听完我的进一步介绍 深入地了解到关于人类潜意识的知识 你就会对发生在我身上的治愈效果深信不疑了 在此 我觉得有必要向一位医生表示感谢 是他告诉我 既然是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器官获得了生命 并让我们的心脏跳动昼夜不息 那么思想应该也能治愈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杰作 就像一位古代预言家说的那样 医生包扎伤口 而灵性治愈他 科学的祈祷可以为你带来奇迹 这里所说的祈祷 不只限于传统意义上对神灵的祈祷 还包含对某一种思考方式的信赖 甚至可以说是信仰 想要发挥精神的力量 必须建立在对这种力量充分信任的基础上 而且这种信赖不能盲目 必须有地放始 何谓有地放始 就是以科学的方法去祈祷 科学的祈祷方法 乍一听是个新鲜词 实际上他追求的效果是将潜意识和意识 同时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 以达成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和谐对话 每个人都在祈祷 你知道怎样祈祷最有效吗 你把祈祷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吗 你上次祈祷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当紧急 危险 疾病和死亡靠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祈祷 不妨仔细听一下电视新闻 其中相当一部分报道都在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那就是 世界各地的人们随时都在祈祷 为生病受苦的儿童祈祷 为世界各族人民的和平祈祷 为困在透水矿井下的矿工祈祷 当那些矿工获救之后 我们得知 当他们在井下等待救援的时候 同样也在祈祷 虽然每当我们身处困境之时 都会想到借助祈祷的力量 但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等到危急时刻 才发现自己需要祈祷呢 危急情况下的祈祷 确实常常带来神奇的效果 这不仅给媒体提供了头条 更有力地证明了祈祷的有效性 因为工作的缘故 我有机会去研究人们祈祷的方法 我亲身体验过祈祷带来的神奇效用 也曾经同其他人有过相当多的交流 他们都曾因祈祷而受益 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在于 怎样告诉另外一个人科学祈祷的方法 因为当人们麻烦缠身的时候 常常难以理智地思考和行动 他们被麻烦威慑住了 于是失去了倾听自我和了解自我的能力 所以他们需要旁人为其提供一种简单 而具体的准则 每天都祈祷的人 这本书独一无二的特点 就在于它的实用性 你将从书中找到 简单而有效的技巧和准则 每一条都可以轻易地付诸实践 我已经把这些技巧和准则 带到世界各地 形形色色的人们 都曾尝试过我的方法 你将会知道 为什么你的祈祷常常失败 事情的结果甚至与你的祈祷 完全相反 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 世界各地的人们 都向我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祈祷了 却没有任何效果 这本书中 我将为你解答这个常见的问题 然后我还将告诉你 到底怎样才能塑造自己的潜意识 并使之发挥功效 从而得到你希望得到的幸福快乐 我相信这本书是极有价值的 它将为困境中的你带来巨大的帮助 你信仰什么 一个人进行祈祷 然后就会得到某种结果 那么这种结果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通常人们会认为 意识中相信什么 祈祷的结果就是什么 然而事实恰好相反 决定一个人祈祷结果的 并非是人们意识中相信的图景 而是一个人的潜意识深处的图景 这一定律完全围绕信仰二字产生 与此同时 它也是全世界所有宗教的通行法则 所有的宗教家都是按照这一定律 用心灵去影响世界 尽管不同的教派所主张的宗教教义完全不同 但是他们都能通过祈祷 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很简单 原因并非在于那些看似特别的信条 信仰 仪式 法会 礼拜 咒语 祭品 或者许愿 原因在于他们对于自己的祈祷 完全接受 深信不疑这一点 生命的法则就是信仰的法则 所谓的信仰 简单地讲就是指你心头所想之事 一个人在脑中所思考 感受和信仰的一切 都会牵动他的思想 身体和周围的环境 明白自己的行动 以及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行动后 就意味着你学会了 让潜意识成为自己所期待的 幸福的化身 而那些祈祷的应验 不过是你内心深处 愿望的一种实现形式罢了 祈祷就是渴望 每个人都渴望着健康 幸福 安全 内心的平静 在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前 我的心来回摇摆 我觉得自己在生活的道路上停滞不前 我感到挫折 失落 和压抑 这位教授强烈地渴望着身心健康 他需要的正是关于人类心灵运转的知识 凭此就能够实现他的愿望 于是我建议他去验证一下这本书中的心理治疗方法 果不其然 他完美地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的身心健康的人 全人类心灵的永恒法则 前意识这种魔法般的力量已存在很久了 比你我的出生 甚至各个国家的建立都还要早 可以这么说 这一关于内心和生命的真理法则 比任何文化都渊远流长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我强烈地建议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仔细了解这种神奇的魔力 它可以重塑你的人生 至于你心灵和身体上的创伤 有了它 饱受恐惧折磨的心灵 终将见到自由的曙光 而你将从此彻底摆脱贫穷 失败 痛苦 贫乏和挫折 你所要做的 就是把你的心理和情感 同你想要达到的愿望结合起来 你潜意识中的创造力将自行做出回应 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让奇迹降临到你的身上吧 你的潜意识是一个暗房 潜意识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它就像一个冲洗胶片的暗房 你外在的生活状态 都是从这个地方冲洗出来的 所以塑造出今天的你的 并不是你的姓名 着装 父母 邻居 或者是你乘坐的小汽车 而是你的信仰 它通过一点一滴的影响 将一幅又一幅的图景 叠加在你的生活中 最后将现实生活中的你 塑造成了潜意识中的那个你 从伦理学上讲 潜意识是一个道德中性的角色 它无所谓对错 远离一切善恶是非 你的一切习惯 不管对自己利弊如何 对于它来说都是无可无不可的 其作用的一直都是内在的思想 而不是外在的习惯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把各种负面的思想 叠加到潜意识里 日积月累 直到某一天 我们突然发现 这些阴暗的思想 已充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占据了人际关系的每一个角落 事实上 现实生活中的麻烦事 都是暗中积累 达到质变以后才爆发出来的 无一例外 要让你的世界发生改变 你就必须先改变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所谓的成于中 行于外 只要你接受我的潜意识理论 你就会觉得 过去潜意识对你造成的那些伤害 实在是无足轻重 我们只要仔细一想就会发现 改变生活并非难事 改变一个人内心的图景很困难吗 一点也不 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就意味着 你已经开始了一段建立 积极人生态度的愉悦之旅 让人惊奇的是 你童年时期建立的所有信仰和行为模式 至今依然存在于你的内心之中 它们不时浮现 并且影响着你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类来自于童年的思想和信仰 它们早已经被意识忘掉 只能藏身于我们潜意识暗房的某个隐秘的角落里 知道了这一点 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你需要从现在开始 对自己的潜意识加以照顾和培育了 比方说 如果你相信坐在电风扇旁边太久 会让你得邪静病 你的潜意识就会让你表现出邪静的症状 其实这并非由于电风扇的作用 它只不过引起了一种无害的气体分子的高频率震动罢了 之所以会让你感到不舒服 只是由于你这么相信而已 又比方说 你的办公室里面有同事感冒了 你便开始害怕得感冒 于是 你的恐惧成为了一种可以自我实现的内心活动 也就是说 你所害怕和相信的事情会成为现实 最后你发现 办公室别的同事因为不相信会被传染 所以平安无事 而你却不得不独自在家休息养病 而另一方面 你认为治愈的力量又来自何处呢 当然也是来自于潜意识的力量 如果你的潜意识暗房里面存在着真理 那么这种真理就会投射到外部世界 你的潜意识力量会接受真理 而你就此拥有了一种能够治愈窗口 并使心灵平静的潜意识动力 如同一个苹果经过消化 最终成为你血液的一部分 这些内在的思想也会逐渐融入到你的现实生活中 这一切就和你学会走路 游泳 跳舞 或者拉小踢琴一样 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思想 不久之后 这种思想就会变成你的第二本能 其实所谓的祈祷 就是让自己去顺应内心更高的行为准则 驱动汽车的其实并不是液体的汽油 只有变成气态 汽油才能在发动机里燃烧 如果想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改变自己 首先改变你的内心 然后你的行为和外部世界都会随之改变 成为你所心仪的样子 除了治愈之外 你的潜意识暗房也是你财富的源泉 我的秘诀就是 只要先让自己的内心富有起来 随后你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同样丰富的财富 现在 你正在成为心灵法则的一个学生 你应该毫不怀疑地相信 只要能够让财富的理念深深地植入内心 把财富的照片放进潜意识暗房 那么 不管经济形势是繁荣还是萧条 不管股票市场如何上下波动 不管战争和其他社会事件如何层出不穷 你都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你要让你的潜意识相信 金钱会永远按照你的需求流入到你的生活中来 哪怕明天整个国家的财富就倾刻破产了 届时你将一文不值 你也能够坦然面对一切 继续吸引新的财富到你的生活中来 你就是一台永恒的吸金器 谁也不能掌控你 除了你自己 你的潜意识暗房中若充满了各种伟大的创新 你就不必担心旧意识会阻碍你前进 从现在开始 在心中默想着真理 喜悦和高贵 你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图景逐渐在身边显现 请记住 上苍为我们创造了美好 你要在自己的生活中进行同样的创造 如果你能够从这样的角度展开 那么你的心里就会变得健康 自尊和自信 你就再也不会因为意想不到的事件 而受到伤害了 第一章 灵魂深处的宝藏 潜意识 无穷的力量支援 潜意识 成功的必备武器 怎样培育潜意识力量 积极正面的态度 是最有效的催化剂 潜意识怎样发挥作用 思想习惯是关键 你可知道 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 有一处宝藏 里面可谓应有尽有 只要你肯睁开心灵的双眼 去发掘灵魂深处的宝藏 便可尽情享用 那渴望已久的荣耀 快乐和富足 但是 许多人都被遮蔽了双眼 看不到自身蕴藏的财富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无尽的智慧和关爱 其实早已藏于内心 神奇的奥秘 我们都知道 一块磁铁可以吸起 十二倍于自身重量的物体 而一旦磁性消失 同样的铁块 却连一根羽毛也吸附不了 同样的道理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人充满雌性 他们对人生满怀信仰 坚信自己生来 就是要赢得胜利和辉煌的 而另外一种人 则毫无雌性 这样的人 我们见得太多了 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怀疑 当机会来临时 他们总是念叨说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亏钱不说 还会唠人笑柄 这种人在生活的道路上 不会走得太远 他们害怕前行 所以总是原地踏步 你想成为一个 富有雌性的人吗 这本书将向你 揭示一个神奇的奥秘 只要你能够领悟它 并将之运用在 今后的人生当中 很快你就会获得 难以胜数的成就 如果有人问 什么是最神奇的奥秘 你会怎么回答 黑洞 星际旅行 还是原子裂变 与核武器 不 都不是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奥秘 才堪称最神奇呢 我们又去哪里寻找它呢 我们怎样才能渗透它 从而释放它的 无穷能量呢 答案非常简单 这奥秘 其实就在你的潜意识里 那是一种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强大力量 不可思议的力量 只要学会了与潜意识建立联系 并发挥出它的力量 那么地位 财富 健康 欢乐与幸福 将会齐齐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你的人生将更为绚丽多彩 如果一个人心态开放 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那么不论何时何地 潜意识中的无穷智慧 都会提供给他所需的一切知识 不断激发他的思想和创意 最终引领他走向一个 妙不可言的真理世界 潜意识不但引领着 杰出人物做出伟大的发现 或者创造出不朽的艺术杰作 他还能帮我们吸引不可多得的伴侣 完美的生意伙伴 以及理想的客户 他还可以指引我们赢得财富 从而获得财务自由 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 我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奇迹 一位跛脚的先生 在发挥了潜意识力量后 居然再次获得健全的身体 并从此开始了生机勃勃的新生活 他的灵魂极为强大 即使有着残疾这一从 看似不可逾越的客观障碍 也并不妨碍他自由自在地体验 健康和快乐 这股治愈创伤的力量不在别处 就在人们的内心 或许有人曾屡遭打击 心灵早已变得伤痕累累 但只要找到了潜意识的力量 一切都可以康复如初 变得如同新生婴儿一般快乐圆满 他将为平凡的纵生打开心灵的枷锁 让他们突破物质和肉体的局限 重获灵魂的自由 不要犹豫 从现在起就下定决心吧 去创造崭新的人生 他将会像大海一样辽阔 像天空一样宽广 像金矿一样覆辙 像帝王一样尊贵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发现 这份内心世界的宝藏 人们的思想 感受 力量 光明 情爱和美好 都深埋在这片未知的世界 它虽是无形的 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强大力量 发觉并善用潜意识的力量 可以让人们洞察先机 未雨成谋 到时所有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只要发挥出了这种力量 你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于智慧构筑的成功之中 富有 宁静 祥和 而又安定 这股神奇的力量 并不需要你如何费力地去攫取 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 它就已经属于我们了 不过 现在你必须通过学习才会懂得运用它 而一旦掌握了运用的窍门 它将会在你人生的各个方面 发挥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作用 现在你要做的 就是跟随本书传授的简明而要的步骤 去获取运用潜意识力量的方法 读完本书 你的生命里一定会闪现出新的灵光 一种全新的能量将会推动着你 让你怀着诚挚的希望去拼搏 把心底的那些原本遥远的梦想 变为最为真切的现实 潜意识力量的基本原理 在任何新的领域里面进行探索和学习 掌握这个领域的基本原理 都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只有懂得了潜意识力量的基本原理 才能熟练地运用潜意识的力量 而当你学会运用潜意识力量之后 你就能在生活中进行实践 达成各种各样梦寐以求的目标 多年以来 我一直跟随一位化学家学习 在这个领域 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 当你把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 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就会结合在一起 生成一个水分子 请记住 这并不是偶尔发生的现象 而是一直如此 如果把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放在一起 就会生成一个有毒的一氧化碳分子 如果再加入一个氧原子的话 则会生成一个对动植物都无害的二氧化碳分子 这些原理都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 只有这样的真理 我们才称之为原理 无论是物理学原理 化学原理 还是数学原理 都和潜意识的原理具有同样的性质 如果你想要运用化学或者物理的力量 必须首先学习它们的基本原理 如果你想要运用潜意识的力量 同样也必须首先学习潜意识的基本原理 古代埃及人很早就懂得液体表面保持水平的原理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液体都会遵循这条规律 伟大的金字塔之所以能够拥有完美的水平线 就仰赖这条原理的运用 时至今日 工程师在设计灌溉系统和大型水电站的过程中 依然频繁地使用它 我这里所说的原理 是指事物运转的方式 比方说 电学上一条重要的原理就是 电子倾向于从高势能奔向低势能 无论你用电灯照明 还是用电炉取暖 其中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正是利用这些自然界的原理 人类才拥有了无数的发明创造 让自身的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 潜意识也是一种原理 我们的祈祷就是因潜意识的力量而得以实现 它根据信仰规律发生作用 那么信仰究竟是什么 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它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 心灵中的思想和心灵的信仰 是一回事情 信仰的规律也就是心灵的规律 也就是说 你要相信你心灵运转的方式 相信信仰本身 你所有的经历 经验 物质条件和个人能力 之所以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全都是由你的潜意识 根据你的思想促成的 请你记住 是信仰本身 而不是你信仰的内容 改变了事情的结果 所以 从今天开始 把错误的观念和恐惧 游缩 赶出自己的心灵吧 从现在开始 在潜意识的忽悠下 你可以昂首阔步地走向光明的未来 所有阅读本书的人 只要诚心诚意地把这些潜意识原理 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意味着你掌握了科学有效的祈祷方法 可以借此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福利 你的祈祷通过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发生作用 思想是第一因 而潜意识将根据思想而改变 如果你的思想中充满平静 喜悦 健康和善良 那么你的实际生活就会同样如此 不管你对自己的信仰抱持着真诚 还是怀疑的态度 你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 你的潜意识是根据你的思想发生改变的 而信仰就是你心中所思所想 思想就像一幅蓝图 思想改变了 潜意识同样也会起变化 心灵的二元性 人人都只有一个心灵 但是这一个心灵却由功能和性质 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组合而成 在不同的人口中 它们有不同的名字 比如意识和潜意识 行意识和睡意识 主观意识和客观意识 前我和深我 自主意识和非自主意识 雄性意识和雌性意识等等 不一而足 以上这些说法 不管源自何处 都表明了人们对心灵二元性的认识 而在本书中 我将使用意识和潜意识两个词语来表示心灵的二元性质 现在我将带你了解心灵二元性的重要性 意识和潜意识 如果把心灵比作一个花园的话 那么你自己就是这个花园的园丁 你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潜意识里种下思想的种子 这些种子往往来源于你的习惯性思考 由于这个花园是非常肥沃的 所以不论这些种子是鲜花还是毒草 只要你种下去 它们都会开花结果 如果种下了荆棘 就不会收获葡萄 如果种下大吉 就不会收获无花果 你的每一个念头都会成为因 而你周遭的一切都是以前原因的果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掌握自己的思想 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唯有如此 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生存环境 从现在开始 在你的心灵花园中 播种下和平 幸福 善良 理智形式 和财务自由等意愿的种子吧 让你的思想平静下来 让自己确信这些愿景 毫无保留地 把它们同自己的理智融合在一起 如果你持续不断地 把这些种子种在自己心灵的花园里 那么你将等到一个辉煌的收获季节 如果你的心灵能够正确地思考 并且不断地把和谐而富有建设性的想法 注入你的潜意识 那么你的潜意识力量 就会在一片平和中发生作用 为你带来和谐而令人满意的生存环境 只要你开始控制你的思维流程 你就能够有意识地运用潜意识的无限潜能 解决你遇到的任何麻烦 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 不管你是什么团体的一员 看看周围 你就会发现 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匮乏的状态之中 只有极少数智慧的人 才生活在富足的状态之中 接下来 你就会和那少数人一样 步入富足的世界 只要你懂得了意识和潜意识交互作用的原理 就可以重塑人生 如果你想要改变外在的物质条件 就要改变决定这些物质条件的根本原因 有的人仅仅希望改变外在环境 想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最后他们都发现 这不过是在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们的问题在于 没有看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因果链条 如果你想让侏儒不和谐 迷惑 贫乏和限制等负面因素从生活中消失 首先就要消灭这些烦恼的根源 而根源就是你的思维方式 和你贯注到潜意识中的思想 这其实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道理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潜意识对于意识的改变是非常敏感的 意识为潜意识化好勾曲 而无尽的智慧和能量都在这些勾曲中流动 如果你能够重新规划这些勾曲 就能够引导潜意识力量流向你希望的方向 从而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 本书将清晰而具体地阐述运用心灵的法则 只要学会运用这些技巧 贫者将成为富翁 迷信无知之辈将变得智慧理性 躁动不安的心灵将变得静如止水 成功将取代失败 喜悦将代替悲伤 光明将驱走黑暗 和谐将扫除混乱 自信将战胜恐惧 试问还会有比这更美好的人生吗 绝大多数的伟大科学家 艺术家 诗人 作家 和投资者 都对意识和潜意识的相互作用原理 有着深刻的了解 而这也正是他们共同的成功之道 卡鲁索是录音技术发明以来 第一位灌录商业性唱片的声乐家 他曾一度被舞台恐惧症所困扰 一站上舞台 就猴头竞乱 声带瘫痪 根本无法发出声音 有一次 离演出开始只有几分钟了 幕布后面成千上万的观众 正热切地等待着 他却站在后台 紧张地浑身上下直冒冷汗 他颤抖着说 我唱不出来 观众肯定会嘲笑我 我的艺术生涯就到此为止了 正当他无奈地返回到更衣室的时候 突然内心灵光一闪 我心头的那个小我想要掐死大我 他走出更衣室 在后台大吼道 滚出去吧 小我 我的大我现在要唱歌了 一刹那间 他的身材似乎都变得高大起来 在这里 卡鲁索所说的大我指的就是潜意识无穷的力量和智慧 他大声嚷道 滚出去 我的大我要开始放声歌唱了 这时 他的潜意识开始释放出生机勃勃的能量 舞台幕布拉开了 现场指挥发出信号 卡鲁索昂首阔步奔向舞台 优美而庄严地演唱起来 最后 观众们都无比陶醉地离开了演唱会的现场 如果用我们刚刚学到的知识来分析卡鲁索的经历 就能发现他无疑知道意识具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理智充分知觉得到的意识层次 而另一个则是理性不能直接感知到的潜意识层次 而潜意识的反应是非常敏捷的 当一个人的意识层次 即卡鲁索所说的小我 充满了恐惧 担心和焦虑时 潜意识 即大我中的负面力量就被释放了出来 导致意识层面进一步被恐慌 不祥的预感和绝望包围 如果这些现象在你身上发生 你完全可以参照卡鲁索的经验 用一种绝对正面的语言 带着严肃和不可侵犯的权威 同你的潜意识展开对话 你可以说 安静吧 平静吧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你必须听从我的命令 依我的号令行事 没有我的命令 你不可轻举妄动 你一定会惊喜地发现 当你用一种权威的肯定语气 同自己讲话时 潜意识将会受到多么深刻的触动 你的心灵将在一瞬间充满和谐与平静 潜意识是听命于意识的 我们也称其为主观意识 因为它不反映外在的客观世界 而只与我们内在的主观世界保持联系 如果说我们的心灵是一艘船 那么意识就是在站在舵盘旁边引路的领航员 它的命令通过话筒传递到动力舱 船员们就开始操作蒸汽机 位置计量器等一系列复杂的设备 其实动力舱内的船工并不清楚自己将要前往什么地方 他们只是接受命令并忠实地执行罢了 如果领航员发出错误的指令 他们也一样会听从 便让船撞向冰山或者暗礁 所以领航员必须为船的前行方向负责 领航员决定了船的前进方向 同样你的意识也决定了你心灵之船的前进方向 潜意识接受来自你的意识的命令 然后开足马力向你执意的方向前进 他们让你相信和期望的愿景化为现实 却从来不够问这些愿景究竟是好是坏 如果你一再对自己说 我负担不起这笔开支 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接受你的命令 它开始让你朝着一个收入更少的方向前进 你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 如果你说 我买不起车 也没钱旅行 更没钱买房子 那么 你的潜意识就开始遵循你的命令 你就会真的体验到缺乏上述物品的人生 而你却误以为这是外界条件造成的 你也许从来都不知道 这些竟然都是你自己内心中的负面想法造成的吧 南加州大学有一位名叫尼娜的女大学生 圣诞之夜 他正要启程前往水牛城和家人一起过节 他路过贝弗利山脚下的一个奢侈品商店 对其中一款西班牙的皮革挂包心动不已 眼神中流露出无比的向往 可是一看价格标签 他不得不大喘一口气 劝说自己 这么昂贵的皮包 我可买不起 不过他马上就想起了在我课堂上学到的有关知识 于是重新告诉自己 千万不能让负面的想法变成现实 一定要开始正面的想法 让奇迹在你的生命中发生 尼娜看着橱窗后面的商品 开始对自己说 那个包是属于我的 我在精神上接受了它 我的潜意识已经看到了我获得她的那一幕 为了送尼娜前往水牛城 当天晚上 她的未婚夫请她到餐厅共进晚餐 席间 未婚夫拿出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 尼娜屏住呼吸 开始拆掉礼物的包装 多么神奇啊 礼物竟然和那个让人心动的皮包一模一样 她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了对这款皮包的期待 并让这个想法深入到潜意识之中 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潜意识令人惊奇的成就力在发生作用了 尼娜后来告诉我说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钱买那款皮包 可是现在这包却的确属于我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应该怎样去寻找财富了 一切财富其实早就藏在我的内心 我现在只需要把它们挖出来就好 一个潜意识做出反应的案例 一位叫做露丝的女士听完我的演讲之后 给我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她说道 我是个75岁的寡妇 有一大群早已成家的孩子 我孤零零地生活着 靠着微薄的养老金和社会救济度日 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它是如此的无聊和令人绝望 有一天我听到了你关于潜意识力量的演讲 其中你告诉我们 可以通过重复念诵 信仰和期待 把我们的一些想法注入到潜意识之中 我就觉得不如试试吧 反正就算没用 也不会带给我什么损失 露丝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内心世界 所蕴藏的巨大能量 她的心把口中祈祷当作了一种最虔诚的信仰 信仰使得祈祷带着肯定的力量渗入到潜意识之中 潜意识的力量开始影响现实 让祈祷的事情逐渐显现 她内心圆满的智慧使她有如神助 最后她得到了一位新的丈夫 要点回顾 一 在内心寻找 你会发现无穷的财富 二 古往今来所有的伟人都明白释放潜意识力量的秘密 现在你也可以和他们一样 三 潜意识是潜知潜能的 如果你晚上睡觉前告诉你的潜意识 我要早上六点钟就起床 你一定能够在六点钟准时醒来 四 你的潜意识是你身体的建造者和治愈者 如果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让你的内心充盈着健康的意识 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为你的健康服务 五 想要知道现在的你为何如此 只需要到潜意识里去寻找原因 而现在的潜意识 也将决定明天的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六 如果你想要写作或者发表演说 那么告诉自己的潜意识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而潜意识就会向你的意识传递答案 七 你就像一艘船上的领航员一样 必须发出正确的指令 否则你将面临沉船的悲剧 从现在起 给你的潜意识下达正确的指令吧 八 心灵的思想就是心灵的信仰 而信仰的规律就是心灵的规律 物性有害的念头 信仰那些启发性灵的祈祷 九 命运因思想而变 第二章 心灵工作的原理 潜意识信仰的一切最终都会实现 相信好运和神迹吧 这将改变你的一生 最宝贵的财富不在别处 就在陪伴我们一生的心灵之中 如果你学会了使用它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 你的人生将会与众不同 正如第一章所说 你的心灵有两个层次 理性的意识层次和非理性的潜意识层次 你的思考停留在意识层次 但是所有的习惯性思考都会沉淀到潜意识之中 随后潜意识就会开始起作用 让其成为现实 潜意识塑造现实的力量极其强大 如果你认为你是好人 你就会是好人 如果你认为你是邪神 你就会是邪神 你一定要记住 只要潜意识接受了一个观念 它就立刻开始将其转变为现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 无论这个观念是好是坏 潜意识都会不加选择地接收 并同样有力地开始执行 如果这条定律在负面的方向发挥作用 那么它就会带来失败 欺辱和痛苦 如果这条定律往正面的方向发挥作用 那么它就能带来健康 成功和富有 只要你在心中切实地感受到了健康的心灵和身体 那么你就一定能够在现实中体验到这份美好 因为你内心当中请求的事情都会化为现实 所以你如果想要健康 宁静和富有 那么尽快开始祈祷和相信吧 你的心灵就是下达命令的将军 而现实只不过是听命于你心灵的士兵罢了 人类的心灵有一条规律 意识决定潜意识 心理学家和精神专家指出 当意识转化为潜意识时 会在大脑皮层留下生理印记 一旦你的潜意识接受了某种观念 它就会立刻开始实践这种观念 它召唤无穷的生命潜力和圆满智慧 运用你过去生命中学习到的全部知识和信息 去实现目标 有时你会突然发现 所有的困难都有了解决方案 有时则会等上一两天 不过 它肯定是从不时延的 潜意识和意识的区别 潜意识和意识是一个半球的两面 而不是各自独立的实体 意识做出的是理性选择 比方说你选择读什么书 住什么地方 还有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度一生等等 另外一方面 你的潜意识则在意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自发地催动着你的呼吸系统和生命循环系统 像土地接受农民撒下的种子一样 潜意识总是无条件地接收着一切 加诸意识层面的观念 千万记住 潜意识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它就像是一个忠实的仆人 执行意识给他的命令 那些负面和破坏性的想法 也隐藏在潜意识里面 而他们迟早会转化为现实 从而改变人生 心理学家的试验 心理学家通过催眠术做了大量的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潜意识不会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和对比 而只是无条件地接受意识给予的建议 而一旦接受了意识层面的观念 他就立刻开始将其向现实转化 为了向你展示潜意识是怎样工作的 我们来看看催眠试验的实际情形吧 一旦被催眠者进入了催眠状态 经过专业训练的催眠师 就可以随意对被催眠者施加暗示了 这时 被催眠者无论被暗示成狗 猫 或者拿破仑 他们都会为妙为孝地开始展现 相应的行为特征 看吧 他们相信了催眠师施加的暗示 他们的人格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 富有经验的催眠师常常在催眠状态下 暗示被催眠的人 他的鼻子出血了 或者后背发痒 甚至告诉他们不能动弹 或者体温急剧下降 他们的身体都会开始毫无来由地 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上述症状 这些简单的案例 清楚地展示了潜意识的特别之处 潜意识不具有独立人格 意识不加选择 只会忠实地服从意识的指令 所以 控制自己的意识 谨慎地选择意识层面的想法和观念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记住 一定要让自己的灵魂与快乐为伴 让内心充满了祝福 治愈和富有启示的力量 区别主观意识和客观意识 意识常常被称之为客观意识 因为它主要针对客观对象进行思考 对客观世界保持知觉 客观意识通过人类的五种感觉器官来观察世界 并指导人类在周围环境中行动自如 在日积月累的观察 体验和教育中 人类都是通过五种感官才获得了现有的知识 而意识最为宝贵的作用 就是进行理性思考 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到美国的大峡谷地区旅游 如果你也曾经去过那里 你一定会觉得 这是全世界最为壮丽的景色之一 你之所以会做出这个结论 是基于你观察到的那无与伦比的峡谷深度 魅力多姿的岩石造型 和变幻无穷的地形地貌 以上的这些思绪都是客观意识的实例 而潜意识常常被称之为主观意识 主观意识同样实时对环境保持警醒 但是却与五种感官无关 主观意识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知觉力和洞察力 无论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 它都动若观火 主观意识可以体会别人内心的想法 不用拆开信封就能看到里面的文字 不用开机就能读取电脑瓷盘上的信息 它甚至可以离开你的身体 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有用的信息 只要理解了主观意识和客观意识的相互作用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学习祈祷的艺术 潜意识不能进行意识层面的推理 潜意识不能进行推理 也从不对你告诉它的事情进行分辨 哪怕你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它也当作事实一样接受 不仅如此 它还会发挥影响 让现实和这真理变得一致 直到它真的成为事实 你所遭遇的每件事情 都是你曾在内心中设想 并将之印记到潜意识上的结果 如果你的意识和潜意识 进行了错误歪曲的交流 那么就得赶紧纠正这些想法 有效的方法就是反复地念想那些和谐的具有建设性的观念 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出现 将会成为你潜意识的一部分 从此你就能拥有全新的健康的行为习惯 你是否曾经陷入恐惧 担忧和其他破坏性的思绪之中 我的建议是 认识到潜意识的力量 开始祈祷自由 幸福和健康吧 潜意识将发挥塑造世界的神力 带给你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幸福 暗示的力量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 意识就像是一个看门人 它能够防止潜意识被错误的观念污染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潜意识对于暗示非常敏感 它从来不做任何推理 或比较这类理性的认知活动 而是把这些理智的活动交给了意识 一旦意识认同了某种观念 潜意识就会毫无犹豫地接受 所以 暗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想象你此时正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 海浪轻轻起伏 你感到有些轻微的摇晃 这时你对一位看上去有些害羞的女乘客说 天啊 你一定很不舒服吧 你的脸已经发绿了 你是不是有点晕船 要不要我扶你到船舱里去 这位乘客的脸马上就会变得毫无血色 你的暗示同他自身的恐惧和不安产生了共鸣 这一切已经足以让他相信自己有些云船了 于是他同意你扶他回到船舱 就这样你的口头暗示变成了现实 对暗示的不同反应类型 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暗示有不同的反应 这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状态不同 比方说 你如果不是选择了一位害羞的女士进行上述实验 而是选择了对一位老船员说 嘿老兄 你看上去有点不舒服吧 是不是晕船了 听到这话 对方即使不嘲笑你 也会礼貌地告诉你弄错了 这种暗示对于老船员来说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他的潜意识 已经坚定地对晕船产生了免疫 所以 当你说这话的时候 它非但没有受到你的影响变得虚弱 反而变得倍加自信起来 就字面一而言 暗示指的是 把某种观念灌输到内心的行为或者举止 暗示一定得借助于某种心理过程 所以 暗示绝对不可能超越意识的力量 换句话说 意识完全有能力拒绝暗示的干扰 船员对于晕船无所畏惧 因为他早就确信自己对晕船的免疫力 所以你的暗示完全不能唤醒船员的恐惧之心 但是其他的乘客却早就暗自担心晕船 所以只要你一说出口 他们就相信了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某种特别的恐惧 信仰或者观念 这些内心预定的规则 统治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 自我暗示要发挥作用 首先得获得你自己的承认 当你的内心真正接受了暗示所传递的观念 自我暗示才会发挥作用 他为什么没有了手臂 许多年以来 我一直都在伦敦的卡克斯顿大厅 定期举办名为伦敦真理论坛的讲座 活动主管伊弗林·弗里特博士 跟我说过一位经常参加论坛的父亲的故事 他的女儿被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牛皮险折磨 容貌也完全毁了 他们尝试了各种治疗手段 但是全都难以奏效 这位父亲激进绝望 他曾无数次对自己和周围的朋友说 如果我女儿的病能够治好 哪怕没了右手我都愿意 弗里特博士告诉我 这家人有一天驱车外出 结果轿车迎头撞上了另外的车辆 这位父亲的右手从肩膀处折断了 当他从医院出来时 发现他女儿的关节炎和皮肤病 竟然全都消失了 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只可以把和谐、祝福、鼓舞和启发性的观念 灌输到潜意识之中 千万记住 你的潜意识可不懂开玩笑是怎么回事 它只按照你观念的表面含义形式 用自我暗示驱赶恐惧 所谓自我暗示 是指意识把某种确定和具体的观念 输送给自己的过程 自我暗示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使用不当 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但是只要你应用恰当 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珍妮特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天才歌唱家 他被唱片公司邀请出演一出歌剧 他非常看重这次机会 但是心中就一直坠坠不安 此前 他一共有三次在导演面前试唱失败的痛苦经历 每次失败都加重了他内心的恐惧 使得他在下一次试唱时 背负更大的压力 珍妮特的嗓音棒极了 可是他每次都对自己说 轮到我试唱时 我总是唱得一塌糊涂 我始终不能入戏 导演一点也不喜欢我 他们一定在想 这种破嗓子也好意思丢人现眼 我只好灰溜溜地独自回家 他的潜意识接受了这种消极的自我暗示 并把他当作命令一样地去执行 潜意识调控他的身体 让他在演唱时 不知不觉地就把这种观念变成了现实 他的恐惧化成糟糕的表演情绪 主观设想变成了现实 这位年轻的歌唱家 最后终于克服了消极自我暗示带来的影响 他的方法就是 用积极的自我暗示来对抗消极的自我暗示 他每天三次把自己关在一间安静的小屋里 小屋的中央有一把非常舒服的椅子 他坐在上面 放松身体 闭上眼睛 身体和心灵都在这一刻归于平静 因为生理上的低兴奋水平可以让心灵更容易接受自我暗示 他对自己说道 我的歌声优美而动听 我的仪态优雅而自信 我的心智机智又冷静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语速非常慢 语气也十分柔和 这样一共说上五到十次 在正式去市场前的一个星期时间里 他每天进行三次这样的自我暗示 两次是在白天 一次是在晚上入睡之前 不知不觉的 他就变得沉着而自信起来 关键的视场中 他在导演面前展现了婉转动听的歌喉 并最终赢得了歌剧中的这个角色 如果你的内心也有负面的自我暗示 那么立即开始制定一个纠正他的计划 绝不要对自己说 我不行 当你恐惧的时候 你应该对自己说 运用我潜意识的力量 我能够达成一切目标 找回失去的记忆力 有一位75岁的老太太 她对自己的记性感到非常骄傲 不过在很早以前 她也和许多人一样 丢三落四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问题越发严重 自己也禁不住担心起来 每次丢了东西 她都忍不住想 是不是因为自己老了 记忆也开始衰退了 如此消极的自我暗示 怎能不发挥消极作用呢 越来越多的名字和事情 开始从她的记忆里溜走 她的记性越来越糟糕 最后几乎到了转身就忘的程度 她感到十分绝望 不过在听了我的课程之后 她终于明白消极的自我暗示是怎样伤害她的了 她决心扭转这一局面 每当她忍不住想要说 我的记性越来越差的时候 她就强迫自己停下来 坚决不去产生这样的念头 她每天都要进行数次极其自我暗示的练习 她是这样对自己说的 从现在开始 我的记忆力开始逐步恢复 无论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无论我想要记住什么事情 我全都能记得一清二楚 我的这一信念明白无误 我将会把它当作事实加以接受 无论我想要回忆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都会立刻清楚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记忆力正在飞速提高 用不了多久 我的记忆力就会变得比年轻的时候都还要好 一周之后 她的记忆力就恢复了正常 怎样克服坏脾气 有一位叫做修德的男士曾向我求助 她的事业和家庭双双出现了问题 而一切问题全都出在她那暴躁易怒的坏脾气上 她自己非常在意这件事情 也知道这样不好 可是如果别人就这一点批评她 她却暴跳如雷 她对我说 周围的人似乎都在和她作对 她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尊严 为了帮助她战胜消极自我暗示 我建议她开始积极地自我暗示 每天到早上 中午和晚上睡觉前 对自己重复如下这段话 从今天开始 我将增加我的幽默感 快乐 幸福和祥和 将成为我生命中的常态 而我将变得越来越善解人意 讨人喜欢 我将成为人们生活中快乐和善意的中心 我美好的理念将给每个人都带去幸福 从今天开始 这种祥和 欢乐和美好的情绪将成为我的常态 我的内心对此 永怀感激之情 一个月之后 她的太太和同事都说她变了 变得更加随和 让人觉得容易相处起来 外缘暗示 外缘暗示是指别人给予自己的暗示 从苦至今 在世界各地 外缘暗示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教条 信仰和文化习俗 都通过外缘暗示发挥作用 暗示是一种维持纪律和进行控制的工具 而这种工具既可以用于控制自己 也可以用于控制他人 如果这种工具使用恰当 那么它将妙不可言 如果使用不当 它的破坏力也不可小觑 历史上各种苦难 失败 痛苦 急患和灾难 都来自于外缘暗示 常见的消极暗示 几乎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 各种消极的暗示就开始一股脑地向我们涌来 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些消极的暗示 我们只好接受它们的影响 以下就是一些常见的消极暗示 你办不到的 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个失败者 这怎么可能呢 你错了 没用的 关键不在于你的能力有多强 而在于你的关系有多硬 经济形势更是糟透了 有什么意义呢 反正也没人在乎 这么努力干嘛 你已经老了 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生活的磨难真是无穷无尽啊 你输定了 当心别让自己生病了 人心隔肚皮 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 如果你相信了上述这些外缘暗示的话 你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得如此 当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你的长辈这样教导你 那个时候你当然别无选择 只好接受他们 在这样的观念下长大 你的意识和潜意识 都处在多么可悲的状态之中啊 不过你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你已经有能力自己做出选择 你完全可以运用建设性的 积极自我暗示 重塑过去形成的人生观 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让自己明白 外缘暗示在自己身上 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 如果你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他们将继续影响你的行为 制造失败和痛苦 而建设性的奇迹自我暗示 则能够帮助你从他人强加的负面阴影中走出来 重新形成良好的习惯 克服困难 甚至创造奇迹 抵制消极暗示 随便拿起一张报纸 或者转到某个频道 你都会发现无数消极的报道 这些报道不断在你心中 剥下焦虑的种子 叫你寝食难安 如灵大敌 你的内心一旦接受了这些信息 就会觉得生活索然无畏 充满悲观和绝望 但是一旦你有效地抵制了这些信息 你就会惊喜地发现 生活向你敞开了通往康庄大道的大门 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内心的力量 来把这些有害念头拒至门外 而你需要做的 不过是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而已 要经常反思一下 他人都给了你哪些消极暗示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被这些消极的外缘暗示影响到 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 都或多或少地遭遇过这种情况 你好好想一下的话 很容易就会回想起 你的父母 朋友 亲人 和同事 都曾给过你很多消极暗示 好好研究研究他们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以及这些话语到底暗示了什么 你会发现 他们对你发表的那些所谓言论 不过是一种宣传 其目的是为了吓到你 然后才能控制你 这类来自他人的暗示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无论是在家里 还是在办公室 工厂 或者俱乐部 你会发现 人们总是自觉 或者不自觉地给出许多这类暗示 而这些暗示的目的 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 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 都是为了让你按他们的希望去思考 去感受 去行动 即使 那说不定对你有害 暗示如何杀死人 我的一个远亲曾到印度去找过一个有名的水晶球占卜师 他想要算算未来 这个女占卜师告诉他说他有心脏病 并且预言他下个月初会死 我的亲戚吃了一惊 他打电话给家里每个人 告诉他们这个预言 他去找律师准备遗嘱和料理后事 我试图劝他不要相信这个说法 他却反复地跟我强调那个占卜师 铁口直断 高深莫测 他要你活你绝对死不了 他要你死你就休想活得成 可以看出他对此深信不疑 而他的恐惧也异于言表 随着预言中的第二个月渐渐临近 他越来越害怕 前一个月还是个活蹦乱跳的正常人 现在却成了个病号 所谓的大线那天 他果然发生了致命性的心脏病 他死了 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死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听到过类似的故事 又有多少人在听到这些故事后 会为操纵这个世界的神秘力量而瑟瑟发抖 是的 这个世界充满了力量 但是这些力量既不神秘 也并非不可控制 我的亲戚自己允许了一个强大的消极暗示进入潜意识 是他自己杀死了自己 他相信水晶球占卜式的力量 所以他对他的预言深信不疑 全盘接受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 来了解一下我们是怎样让潜意识发挥作用的 不管意识和大脑相信的是对是错 潜意识都会接受并且遵照执行 当我的亲戚去见女占卜师的时候 她正处在一种极异受暗示影响的状态中 她给了她一个消极暗示 她就立马完全接受了 她恐惧不已 不断地想到即将到来的死亡 她把这事告诉了每一个人 并且开始准备后事 置她于死地的是她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以及她的潜意识对自身死亡状态的接受 那个预言她会死的女巫 除了有几块石头和几根木棍外 其实什么力量也没有 她的暗示本身并没有治死的力量 如果她知道自己大脑运作的规律 就完全能抵制这种消极暗示 那么女巫的话对她来说 也就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她本来可以拒绝消极暗示伤害自己的 然而由于不了解意识的相关知识 她放任来自外界的暗示杀死了自己 对你而言 他人的暗示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力 倘若说这些暗示拥有任何力量 那么这都是你自己给的 你要是不在精神上认同它 你要是不乐意接受这些念头 它们就都是胡说八道 只要你点头批准了 这些思想就变成了你自己的 潜意识就会随之发生作用 将它们付诸实践,化成现实 请记住,你有权选择 选择生命,选择爱,选择健康 假设大前提的启示 早在古希腊时期 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们 就已经研究过逻辑推理的形式了 他们称之为三段式推理 例如,所有有形的事物都会变化和消失 埃及金字塔就是有形的事物 所以,金字塔就会改变和消失 再有,所有美德都是值得称颂的 善良是一种美德 所以,善良是值得称颂的 在这两个例子当中 它们的第一季陈述就是大前提 而结论必须在正确的前提下得出 我们大脑的思维过程与此类似 不论是什么样的大前提 只要你的意识相信它是真实可信的 你的潜意识就会认为它是真实可信的 而我们的现实则是这一前世中 大前提的结论 我曾在纽约市政厅举办过一个心理学讲座 讲座之后,一位大学教授找到我说 我的生活一团糟 我如今身体不太好 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朋友 不管我想做什么,最后都成不了 我向他解释说 他的问题在于他的潜意识顺从了自我毁灭的大前提 要改变这一切 他必须在意识中重新确立一个积极的大前提 然后引导潜意识接受这个新的大前提 他首先得相信这一点 他潜意识中的无穷智慧会在精神上 物质上指引他,助他成功 一旦他建立了这个正确的观念 他的潜意识就会自动地引导他做出明智的决定 治愈他的身体,平复他的心情 于是,教授就在脑中构筑了一幅梦想中的生活全景 而这幅全景就是他的大前提 无穷的智慧时时刻刻引导着我 我有健康的体魄 还有美丽,爱情,平静和财富 我知道,我的大前提建立在生命的永恒之上 我感觉到我的潜意识在按照我的意识运作 过后他写了个报告,讲述自己的经历 在报告中他写道 我每天都要将上述大前提重复好几次 安静的,缓慢的,充满感情的 我知道他会深深落刻在我的潜意识里 也必然会带来好结果 我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我想告诉你 我现在的生活在各方面都起了变化 变得越来越好 潜意识的作用的确很大 潜意识不明白自相矛盾的话 你的潜意识是全能的 它能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不会跟你争吵 不会跟你交谈 他也绝对不会拒绝你给他留下的任何暗示 当你说我做不到 我现在太老了 我履行不了这一任务 我出身贫寒 我不了解真正的政策时 你的脑子里就充满了消极思想 你的潜意识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实际上,你堵住了自己的前进之路 并亲手把缺乏、限制和挫折引入了你的生活 如果你的意识出现了障碍 也就等于否定了潜意识的无穷智慧 你实际上是在说 潜意识没法解决问题 这会使你的精神和情感负担过重 进而引起身体和心理疾病 每天进行几次大胆的祈祷 便能认清自己的需要 克服心理障碍 愿无穷的智慧指引着我 引导我找到完成愿望的完美计划 我知道潜意识中深层智慧会响应我 我的愿望都能实现 我的内在感受会在外部世界得到响应 这是一种平衡 一种均等 如果你说没办法了 我完了 我实在搞不定 那么你在你的潜意识中就找不到任何解决的方法 想要潜意识帮你的忙 你就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向他提出诉求 跟他合作 那他才会永远为你服务 他控制着你此时此刻的心跳和呼吸 当你切到手指的时候 他也会立马开始治愈他 他始终倾向于保护生命 他永远是这样 总是在照顾你 保护你 你的潜意识有自己的工作方式 但是对你的思维和想象 他却会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 当你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时 潜意识会帮你找到他 但是他期望由你来做出一切正确的决定 因此 你必须承认问题的答案就在自己的潜意识里 如果你说 我没办法了 我很困惑 为什么我解决不了呢 那么 你实际上是在削弱自己找到答案的希望 就像是换日子的士兵 虽然用尽全力 却只能在原地踏步 让大脑平静下来 放轻松 垂下手 默默但肯定地说 我的潜意识知道答案 他现在正在响应我的请求 我要感谢他 因为我潜意识中的无穷智慧无所不知 他会给我答案的 我深信我的潜意识能彻底释放他的无穷力量 我为此感到高兴 我为此感到高兴 要点回顾 一 往好的方面想 你就会碰到好事 往坏的方面想 你就会遇到坏事 你每天的生活就是你所想的 二 你的潜意识不会跟你争吵 他只会接受意识发出的命令 如果你说我买不起 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把它变成事实 换一种方式说 我有朝一日会买得起它的 我在意识中已经拥有了它 三 你有选择的权利 你可以选择健康和幸福 你可以选择友好 也可以选择不友好 合作一些 高兴一些 友好一些 可爱一些 整个世界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这是养成好性格的最佳方式 四 你的意识就是门位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止你的潜意识 接收到错误的信息 要相信好事总会发生的 你最大的力量就是你能够选择 选择幸福和富裕吧 五 他人的暗示根本不能伤害你 唯一能伤害你的就是你自己的信念 你可以选择拒绝接受别人的观念 而确信那些积极的说法 你有能力做出你的选择 六 注意你说的话 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不要说 我要失败了 我要失业了 我付不起房租 你的潜意识开不起玩笑 他会把这句话都当真的 七 你的意识从来都不邪恶 自然中没有一股力量是邪恶的 它们的作用取决于你利用自然力量的方式 用你的思维去祝福和激励你身边的人 八 永远不要说 我不能 你要克服恐惧 告诉自己 靠着我潜意识的力量 我无所不能 九 要从生命永恒这一真理的角度来看问题 摆脱恐惧 无知和迷信 不要让别人帮你思考 要自己想 自己做决定 十 你是你自己的心灵 潜意识的成长 你是自己的命运的主人 记住 你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生命 选择爱 选择健康 选择幸福 十一 不管你的意识假定或者相信什么 你的潜意识都会接受这些东西 并把它们变成现实 相信好运气 神圣法则的指引 相信生活中所有美好的祝福 第三章 潜意识的神奇效力 所有的疾病都源于心 治愈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信念 治愈的力量只有一种 那就是你的潜意识 牢牢记住这些治愈身心的力量之源吧 潜意识的力量是无法衡量的 它激励你 引导你 向你展示记忆中储存的场景 姓名 事件等 它控制着你的心跳和血液循环 调节着你的消化 吸收和排泄功能 你吃完一片面包 你的潜意识就会把那片面包转化成组织 肌肉 骨头 和血液 这一过程无人能够动小 唯有潜意识对其了如指掌 并控制着整个过程 潜意识能解决所有问题 你的潜意识从不休息 它永远在工作 你只需在睡觉之前告诉它 你要做一件特殊的事 那你就能够见识到它的神妙之处 第二天醒来 你会惊奇地发现 你内在的力量已被释放出来 将你引向目标 它是你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与那创造天地 使星体运转 使太阳发光的力量是一体的 你的潜意识是你的理想 愿望和利他主义冲动的源泉 正是通过潜意识 莎士比亚才察觉出他那个时代 隐藏在普通人群中的真理 正是通过潜意识 希腊的雕刻家 菲迪亚斯 才能在大理石和黄铜上 体现出美丽 秩序 对称 和比例均衡 潜意识是伟大艺术家们的创作之源 使他让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家 拉菲尔画出了圣母玛利亚 使他让伟大的德国音乐家贝多芬 写出了交响曲 我曾在印度瑞士凯斯的 于加森林大学做过演讲 便和一名从孟买来的外科医生 谈了很长时间 从他那里 我得知了詹姆斯·埃斯戴勒博士的神奇故事 埃斯戴勒博士是一位苏格兰外科医生 他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孟买行医 那时还没有麻药或者其他的科学麻醉法 尽管如此 在1843年到1846年期间 埃斯戴勒博士还是做了差不多400多场大型外科手术 这些手术包括节肢 肿瘤和癌细胞切除 以及眼部 耳部和喉部的手术 这些手术都是在只进行了精神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病人们都说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手术中死去 更让人惊奇的是 埃斯戴勒博士的病人们 术后感染导致的死亡率也非常的低 这件事发生在路易巴斯德和约瑟夫利斯特等西方科学家指出 感染的根源是细菌之前 那时还没有人能够意识到 术后感染是由未杀菌的器械和有毒的有机体引起的 但由于埃斯戴勒博士向他的病人做出了积极的暗示 因此尽管他们处在一种不良的状况中 也都很难被感染 因为他们的潜意识响应了医生的积极暗示 启动了打退感染及种种威胁的必要程序 想一下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 周围走遍了大半个地球的苏格兰外科医生 就发现了潜意识神奇力量的运用之道 你难道不震惊吗 这股力量激励埃斯戴勒博士并保护他的病人免受死亡威胁 他也同样可以属于你 你的潜意识不受时空的限制 它能使你免于痛苦和折磨 它能给出你任何问题的答案 这是在你身体里的 一股让人惊奇不已的力量 你会为潜意识的神奇力量高兴不已 潜意识是你的生命预言书 你心里想什么 你就会在外界环境中经历到什么 你的生活有两个方面 它是客观的 又是主观的 是可视的 又是隐形的 是思想的集合 又是思想在外在环境中的体现 所以 不论你在潜意识中刻入了什么想法 你都会在客观的环境 状态 或者事件中 体会到它们的存在 潜意识就是你的生命预言书 在你大脑中 那个有意识又能推理的器官 大脑皮层中 你的思想是被当成一种信息接收的 这个想法一旦被你的大脑完全接受 它就会被传送到潜意识中去 在那里 它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被付诸实践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 你的潜意识不会跟你争吵 它只会遵照你的想法行动 只会接受你的意识所给出的定论 你的生命预言书总是靠自己书写 因为你的思想会转变为你的人生经历 美国哲学家拉尔夫·瓦尔多·艾莫生说 人就是靠自己想象出来的 潜意识中有什么 世界就会有什么 美国的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说过 改造世界的力量就在你的潜意识中 潜意识充满了无穷的智慧 无论你向潜意识中传达什么思想 它都会尽力实现 所以你必须输入积极正确的想法 世界上之所以充满那么多的混乱和悲剧 是因为很多人并不明白他们大脑中意识和潜意识的相互作用 当这两个动因和谐一致 能够顺利运转时 你就会远离疾病和悲剧 得到健康 幸福 平静和欢乐 在古代 赫尔默斯·特里斯默·吉斯特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占卜师 他死后 过了很多世纪 仍有很多人孜孜不倦地探寻他强大占卜力的原因 人们怀着极大的期待和好奇心打开了他的坟墓 据说那个时代最大的秘密的答案就在这个坟墓里 答案刻在墓碑上 上行 下校 存乎中 行于外 换句话说就是 不管你内在的潜意识是什么样的 它都会在外在空间变成现实 释迦牟尼 老子等所有这些远古时期的先哲们都曾宣扬过这个真理 就像上天会怎么样 就像你的头脑 地上就会怎么样 正如你的身体和环境 这就是伟大的生命法则 你会发现自然界有许多定律 像作用与反作用 运动和静止 都是在两股力量达成平衡之后 才会出现和谐和平等 而你来到这个世上 生命的定律也有节奏 你的精神和身体必须和谐 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付出和收获一定是等量的 大脑中的思想和它在现实中的表现 一定也是等量的 你的挫折都源于你没被满足的欲望 如果你的想法消极 有害或邪恶 这些想法就会生出有害的情绪 这些情绪需要发泄 而这些消极情绪一旦发泄出来 就经常会表现为溃疡 心脏病 紧张和焦虑等症状 看了以上的话 你现在做何感想呢 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 其实你的现状都已经有所表达了 你的活动 身体 经济状况 朋友 社会地位 全部都反映了你所想的 这就是潜意识能表达一切的真正含义 你的消极思想常常会伤害你自己 曾有多少次 你被自己的生气 害怕 嫉妒和报复等情绪 所伤害 这些都是侵蚀你潜意识的毒药 你并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消极态度 所以 应该抹去消极的思想 向你的潜意识输入 积极向上的思想 如果你能坚持下去 你就会忘记所有不快 不再记起 潜意识战胜了恶性皮肤癌 我个人的经历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 多年前 我得了恶性皮肤癌 虽然我找了最好的医生看病 试图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进行治疗 但是这些疗法都不起作用 病情越来越糟糕 幸运的是 我认识一位有着丰富心理学知识的牧师 有一天他给我解释了圣经诗篇第139篇 我未成型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住或坐 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他向我解释了我的潜意识中册的意义 以及他是怎样从一个微小的原始细胞形成和塑造了我所有的器官 他指出 因为潜意识创造了我的身体 同样可以重新创造它 也可以按照我身体里原来完美的形态来治愈它 这位牧师指着他的表说 这支表有一个制表人 但是在手表被制造出来之前 制表人已经在心中把它造好了 如果手表出了问题 他当然知道要怎么才能修好它 我知道他想要通过这个类比告诉我什么 创造我身体的潜意识的智慧就像制表人 他清楚知道整个治疗过程 但是为了使他能好好工作 我们需要向他传达一个健康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因 而治愈是果 我做了一个简单直接的祷告 我的身体和我的所有器官都是由我潜意识中的无穷智慧创造的 他知道怎么来为我疗伤 他的智慧塑造了我所有的器官 组织肌肉和骨头 我身体里的这股强大力量正在改变着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使我变得更加完善 我要谢谢这股力量 这一智慧真是太神奇了 我每天都要大声地重复这个简洁的祈祷两到三遍 每次五分钟 三个月之后 我身上的癌细胞消失了 皮肤癌痊愈了 我的医生非常吃惊 也非常迷惑 但是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能够给予生命完整 美丽和完美的信息传达给了我的潜意识 这些信息挤掉了那些存留在我的潜意识中的消极的印象和思维方式 而这些消极的印象和思维方式正是我所有烦恼的起源 你不会生病 除非在你脑子里先出现疾病的概念 如果你改变想法 不断地向大脑输入积极的信息 你就能改变你的体质 这是治病的基础 所有的疾病都源于心 除非在你的心里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心理模式 否则你根本不会生病 治愈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信念 治愈的力量只有一种 那就是你的潜意识 牢牢记住这些治愈身心的力量之缘吧 向你的潜意识传达正确的指导信息 这样就能治愈你的身心 潜意识如何控制身体所有的功能 不管你是醒着还是睡着了 你的潜意识都会不知疲倦地控制着你身体的所有机能 所以即使你睡着了 你的心脏也会继续有节奏的跳动 你肺部的胸腔和隔膜肌还会吸气吐气 二氧化碳是维持生命所需的氧气产生的副产品 你的潜意识控制着你的消化过程和线体分泌 还控制着你身体中其他极其复杂的运展过程 这些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 不论你醒着还是睡着 如果你被迫用意识来运转身体功能 那么你是注定失败的 你很有可能会死 生命运转的过程实在是太错综复杂了 在心脏手术中使用的人工心肺机 是现代医学科技的一个奇迹 但是它所做的事情比潜意识所做的简单得多 假设你正坐在一架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上飞越大洋 你走进了驾驶舱 当然你不知道怎样驾驶飞机 但是你会分散飞行员的注意力 类似的你的意识不能操纵你的身体 但是它可以阻碍它正常运转 担忧焦虑恐惧和绝望都会阻碍 心肺胃和肠的正常工作 而医学界才刚刚开始把压力作为疾病重点对待 其病因正是由于负面思想阻碍了潜意识的和谐运转 当你觉得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和谐时 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放松 平静下来和你的潜意识对话 告诉它要恢复平静、和谐和秩序 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的所有官能都恢复正常了 一定要用确信无疑的口气来说 那样它才会听从你的命令 怎样让潜意识为你发挥作用 首先要弄明白 是你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 它日夜都很活跃 不论你是否按它的规则行事 你的潜意识思维是你身体的重要构建者 但是你无法从意识上去感知其内在的过程 你的事物由意识处理 而不是你的潜意识 现在就开始重视你的意识吧 在灵魂深处要明白 你的潜意识常按照你的习惯想法表现出来 当水流经管道的时候 管道是什么形状 水就是什么形状 当生命的泉水流经你的时候 你的思想是什么形状 生命就是什么形状 向它祈祷吧 说出你的愿望 告诉它你需要健康 和谐 平安 喜乐和富有 相信潜意识的无穷智慧 坚信它会让你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会实现你的梦想 成全你的渴望 潜意识法则修复是神经 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卢尔德 是世界著名的疗养圣地之一 卢尔德地方图书馆的文献中 记载了许多堪称奇迹的治愈实力 其中一个是碧若女士的例子 由于是神经萎缩 碧若女士失去了视力 但她来到了卢尔德后不久 视力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 可是多位医生检查发现 她的视神经依然萎缩 按理说她无论如何都是看不见的 可她偏偏就能看见东西了 一个多月后 医生又重新对她做了检查 结果发现她的视觉功能 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我相信绝不是卢尔德的温泉 治愈了碧若女士的眼睛 她之所以痊愈 是因为源自潜意识的内心信念 产生了作用 她的潜意识根据她的信仰发挥作用 而信仰是在意识的作用下 被导入到潜意识之中的 信仰把观念当作现实 而潜意识在信仰的指导下 则把观念变成了现实 碧若女士无疑是满怀期待 前往卢尔德海滩的 她对卢尔德海滩的治疗作用 深信不疑 因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恢复视力 她的潜意识据此做出了反应 将存在了很久 却久遭压抑的治愈力量释放了出来 既然潜意识能够生成我们的眼睛和其他器官 那么潜意识也能够让损坏的视神经 重换生机 而想要奇迹出现 所需的不过是你的信仰罢了 让潜意识相信健康 我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旅行的时候 曾经遇见过一位牧师 他与我分享了他战胜晚期肺癌的传奇经历 他采用的方法 就是将正面积极的健康观念 不断地输送到潜意识中 在我的请求下 他讲述了具体的步骤 我把它记录如下 一天之中 我数次彻底放松自己的心灵和身体 同时我会这么对自己说 我的脚掌放松了 足踝放松了 腿部放松了 腹部肌肉放松了 胸部放松了 大脑放松了 我的全身都彻底放松了 如此持续几分钟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种朦胧状态 就像要睡着了一样 这个时候 我开始坚定地对自己说 人生的完美性正通过我的身体展现 我的潜意识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绪 上苍会一直庇佑我 我的潜意识将遵照内在我的愿望 使我拥有健康的体魄 这位牧师所用的技巧非常简单 不过是把健康的观念 通过反复的自我暗示 输送到潜意识之中罢了 但最终 潜意识在他身上发挥出了神奇的治愈作用 除了上面所讲的方法 通过具体入微的想象 也可以将健康的观念输送到潜意识 我曾经指导过一位半侧身体瘫痪的病人 他始终坚持把病床设在办公室 以便处理事物 我教他观想自己在办公室中来回走动 倚靠办公桌 接听电话和完成其他日常工作的情形 越真实越好 我告诉他 观想中的情形会传送到潜意识中 他听了我的话 全身心地投入到观想之中 他感觉自己仿佛真的在办公室里活动 而且想象出了各种细节 如果说他的这些观想是图像的话 那么他的潜意识就变成了硬颗这些图像的底片 潜意识一旦有了具体明确的方向 就立即开始发挥作用了 接下来的数周时间 他每日里反复进行这样的观想练习 结果有一天 办公室里面的同事都出去了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 电话离他的床有整整三米远 但是他竟然起床接了电话 接听完电话的一刹那 他才发现自己的瘫痪竟然痊愈了 他的潜意识力量对他的观想做出了反应 治愈作用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其实这位病人之所以瘫痪 只不过因为他的心结阻碍了通往身体一侧的大脑神经 当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治愈力量上面时 潜意识的治愈力量就开始发挥作用 他的心结逐渐解开 整个人就重新行动自如了 要点回顾 一 你的潜意识控制着你身体各部分的各种关键技能 潜意识知道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 二 入睡之前反复向你的潜意识述说具体的请求 那么你就能体验到潜意识解决问题的神奇力量 三 你印刻到潜意识中的各种观念 都会最终表现为你实际经历的事件和体验到的周围环境 所以你必须谨慎地观察自己的思想 对进入自己潜意识的思想观念有所选择 四 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是普遍成立的 你的思想是作用 而潜意识的自动反应就是反作用 你有什么样的思想 就有什么样的潜意识 所以千万小心你的思想 五 所谓挫折就是那些没有被满足的愿望 如果你对困难和障碍进行了细致的想象 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强化这些困难 相应的也就弱化了你的优势 六 生命的法则无处不在 一定要让你的潜意识充满和谐 健康与平和 如此这般 你的身体机能便能恢复正常 七 让你的意识对美好的未来保持持续的期待 而你的潜意识将根据你的期待 为你带来相应的现实 八 当你面对困难时 想象最完美的结局 让自己想象成功后的激动心情 而你的观想和感受会被潜意识接受 并最终成为现实 九 你必须坚定不移地告诉自己 潜意识必将实现心之所愿 所有的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十 观想你内心所愿 越真实越好 最好就像现实一样 你的潜意识将跟随你的观想 将其变成现实 第四章 古代精神疗法 想好事 来好事 想坏事 来坏事 每天想的是什么 你身上就发生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 处于任何地区 气候和文化中的人们都本能地知道 在某处 存在着一种能够起到治愈作用的力量 它能够恢复人体的能力和功能 使之达到健康的常态 人们还相信 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之下 人类能够激发出这种神奇的力量 而一旦将其激发出来 人类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和折磨 就会得到缓解 各个民族的历史 都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在世界历史的早期 在秘密地影响着人们善恶的众多能力中 有一种治愈疾病的能力 治病的过程和方法 在世界各地大相径庭 但是 普遍都包括以下这些程序 祷告和奉献祭品 举行诸如躺着举手并念咒语这样的仪式 护身符 戒指 文物和图片的使用 例如 古代的祭祀会在寺庙中给病人开药 并且在病人睡觉的时候 对他们使用催眠疗法 病人会被告知 圣人一定会在他们的梦境中 出现 并且会治愈他们的疾病 随之而来的是 很多人的疾病都痊愈了 信奉希腊神赫卡特的人则被告知 在有新月的夜晚 将西液 树脂 乳香 与墨药 混合在一起 在露天里进行搅拌 在进行了这些古怪而神秘的仪式之后 信徒们向神祷告 喝下他们刚刚调制好的有魔力的饮料 然后去睡觉 如果他们的信念足够强大 他们就能在梦中看到神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甚至有些荒诞的仪式 却往往真的能够治愈疾病 古代人发现了很多有效的方法 去挖掘潜意识难以置信的力量 用以治愈疾病 虽然他们发现这些方法行之有效 但是 他们却并不理解这些方法为什么有效 以及他们具体是如何治愈疾病的 今天 我们知道 他们是通过使用强效的潜意识而发挥作用的 仪式 有魔力的饮料和护身符 对于人类的想象力的确很起作用 而且 医治者会给予病人连续的相关建议 以引导其获得潜意识的支持 但是 治愈的工作 其实主要是由病人自身的潜意识来完成的 几个世纪以来 当权威的医疗方法失效 病人放弃希望的时候 民间的医治者却每每获得神奇的疗效 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这些散布在世界的各地的医治者是如何获得奇效的 答案就是 这些疗效之所以能够产生 是源于存在于病人内心的渴望治愈的潜意识被唤醒了 医治者使用的方法越是荒诞和独特 就越能使病人相信这一古怪的方法 一定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他们被唤醒的精神状态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治疗建议 无论是在意识层面 还是在潜意识层面 圣经中 有关潜意识力量的使用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读了这段圣经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具体时态的不同 动词信是现在事 但是得着是将来时 灵感突发的作者 通过这个显而易见的语法时态的不同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像接受已经存在的事物一样 去相信并接受我们渴望 期望去完成的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在未来发生 以上这一过程 从成功发生到完成 都有赖于已经存在于我们脑中的意识 想法 以及自信 任何事物要想实质性的被考虑周全 它必须首先被认为是实际存在的 在这里要多说几句 如果说有一种简洁而具体的方法 去使用意识的创造性力量 那就是让你渴望的事物在你的潜意识中留下深刻印象 你的意识 想法 计划 或者目的 就像你的手 或者你的心一样 是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你必须完全消除脑中各种有关不利环境 条件 或者任何可能产生负面效果的事物的思考 在圣经中 这种思维方式被描述成在脑中拨下一颗种子 信念 如果让这颗种子不被打扰的成长 那么它终将在外部逐渐发芽 开花结果 我们都知道 作为教徒 首要的信念就是 坚持信仰 教徒们不断地阅读圣经 圣经中说道 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吧 同时也提到 一个人如果在土地里种下了那些特定的种子 就要有坚定的信念 种子会按照播种者的想法 茁壮成长 这就是种子的力量 并且 要相信自然生长和农业的法则 种子终究会长成需要的样子 圣经中描述的这种信念 是一种思考方式 一种思维态度 一种我们个人对自我内心的确信 我们知道 想法一旦完全被内心意识所接受 就会根植在潜意识之中 并且最终在现实中表现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 所谓信念 就是去接受你的理智和理性否定的那部分事物 信念是一剂良药 他拒绝倾听微不足道的理性的分析意识 而完全依赖于内心潜意识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十分恰当的圣经中治病的例子 耶稣进了房子 瞎子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 主啊 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 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耶稣怯怯地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 通过强调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耶稣公开地使盲人内心的潜意识产生作用 盲人的信念是他们巨大的期望 他们内心的感情 他们无比坚定的信仰 使得他们的祷告得到了回应 这个历史悠久的治疗方法 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使用 尽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 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 耶稣之所以这样叮嘱那些被治愈的患者 是为了防止他们和其他病人讨论治愈过程 如果他们参与讨论的话 那么原本坚信不移的他们 就会被其他人的怀疑和否定动摇 这样 他们的潜意识中就会逐渐产生恐惧 怀疑和焦虑 从而动摇他们所接受的耶稣传授的信念 病人接受了治疗 然后痊愈 实际上他们是被自己的信念 耶稣的信念 和潜意识中坚信能够治愈的信念 三者一起治愈的 无论耶稣说什么 耶稣本人的内心都坚信自己的话 是无比正确的 耶稣和需要他帮助的人们 都处于同一个主观的世界之中 他平静的内心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一力量 再加上对治愈力量的坚定信仰 共同改变了病人潜意识中 否定破坏性的那一方面 自然而然发生的治愈结果 是对这一内心精神改变的自动反应 耶稣的命令吸引了患者的潜意识 并且要求他们对于耶稣带有权威的话语 对于耶稣的意识 感觉和绝对的信任 在潜意识中给予回应 世界上其他神殿中的奇迹 在每一片大陆 每一片土地上 都有着能够治愈疾病的神殿 有一些是像罗尔德这类十分著名的神殿 也有一些是只有当地居民才知道的 并不太出名的神殿 无论有名与否 在这些神殿中 疾病能够被治愈的原因 从来都只有一个 并且也只可能有一个 通过潜意识的力量 窃除一切顽疾 我参加过一些日本的神殿 举世闻名的镰仓大佛的中心 是一个42英尺高的巨大黄金雕像 那是一个合掌耳座的佛像 头部倾斜 仿佛能在沉思中获得兴奋 在那里 我看到了许多人 无论年长还是年幼 都在佛像脚下参拜 金钱 水果 米饭等都被恭恭敬敬地供奉在侧 点燃的蜡烛 檀香香火缭绕 祷告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听见一个年轻女孩的歌声 她低声祈祷 放了两个橘子作为供礼 她感谢佛祖能让她重新说话 她曾经一度失声 但是 就在神殿中 她又获得了说话的能力 她单纯地相信 如果她遵守一个特定的仪式 安规拒斋戒 供奉指定的生理 佛祖就会让她重新开口说话 这一信念点燃了她对生活的期望 结果就是 她心里罗列的条件激发出了信念 她的潜意识回应了她的信念 信念的力量怎么夸大也不为过 另一个绝妙的例子来自我的一个亲戚 她住在澳大利亚西部的一个叫布斯的城市 她患了肺结核 肺部已经严重损坏 她儿子决定帮她痊愈 于是 儿子去了爸爸家里 告诉爸爸 他最近认识了一个有神奇力量的云游僧人 这个僧人刚刚从欧洲一个非常有名的神殿回来 他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获得了一个具有治愈功能的神奇的小碎片 这块碎片据说来自于中世纪一个真正的十字架 被镶在一个圆环上 几个世纪以来 无数的患者在触摸这个小碎片之后都痊愈了 儿子还说 自己一听说这个故事 就赶紧为身患疾病的爸爸借来了这个小碎片 为此 他自愿付给僧人一份相当于500美元的生礼 当儿子把小碎片给父亲时 老人几乎是一把抢过去 紧紧贴在胸前 默默祷告 然后安然睡去 第二天早上 老人就痊愈了 之前的所有医学诊断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种治愈的例子几乎随处可见 但是 这个故事独特之处在于 儿子的故事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事实上 他在人行道上剪了一片普通的碎片 交给珠宝匠打造了一下 并镶嵌到一个古典风格的圆环上 然后他把东西交给老父亲 你当然知道 并不是从人行道上剪到的普通碎片救了老人 救他的 是他的相当丰富的想象力 再加上十分希望痊愈的期望和坚信痊愈的信念 想象力和信念 或者说是和主观的感觉联系起来 这两者的结合通过潜意识产生了康复的结果 这位父亲从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 如果他知道了整个过程 也许他的病情就会再度恶化 而现实是 他的肺结核从未复发 他完全被治愈了 并且在15年之后才因其他疾病而去世 享年89岁 你要知道 信念就像种植于土壤的种子 它会根据土壤而发芽 种植一个想法 种子在你的脑海中 带着信念和期望给他浇水 施肥 他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做一个头脑工程师 使用可靠的被证明过的手段 来建立一个前途光明的人生 学会为你爱的 却身患重病的人祷告 平静你的心 你想要治愈 想要活力的想法 都将被感知到 也会在你爱的人心中浮现出来 一个普遍的治愈原则 治愈器官的是潜意识 而治愈的过程则要依靠信心 深入地想一下下面这些话 你拥有的心理功能 是由意识和潜意识结合产生的 杰出功能 你的潜意识总是不断地顺从于建议 并发挥其力量 你的潜意识完全能够控制身体的功能 状态和感官 所有的疾病症状都可以在催眠过程中 被主观暗示诱导出来 例如 催眠状态中 一个小小的主观暗示 可能造成被暗示者脸红发热 或者使其寒冷颤抖 你可以暗示一个人 说他全身瘫痪 不能正常活动 极有可能他就会变成这样 你还可以试着拿一杯冰水 放到一个被催眠者的鼻子下面 告诉他 这里全是辣椒 闻闻 他就会猛打喷嚏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打喷嚏呢 是水 还是心理暗示 如果有人告诉你 他对猫尾草过敏 那么当他还处于催眠状态时 你试试拿一束假花 或者一个空花瓶 放到他面前 告诉他 这个就是猫尾草 他就会显示出 平常的过敏症状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导致过敏症状的原因 存在于潜意识中 因此 治疗这一症状的方法 同样也存在于潜意识中 不同流派的治疗方法 例如整骨疗法 脊椎推拿疗法 气功 针灸和物理疗法 都产生了显著的疗效 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中的 各种仪式 同样也能达到这种效果 很显然 所有这些治疗手段 都通过潜意识 也是唯一被治疗的对象 才能起作用 你是否注意到 潜意识是如何治愈 手指上的伤口的 潜意识本身却清楚地知道 该如何操作 医生包扎伤口 说自然就会好了 但是这里的自然 指的就是自然法则 也就是潜意识法则 直觉性的自我保护 是自然界第一法则 而自我保护 也是潜意识的首要功能 最强烈的直觉 就是最有力的自我暗示 各种不同的治愈理论 不同的个人或团体曾实践过许多种不同的治疗理论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因为他们的实践恰好产生了某些结果 就宣称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 然而 阅读过本章之后 我们会发现 他们的理论根本谈不上正确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治疗方法 奥地利内科医生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 在巴黎实习期间曾发现 在患者身体上放上一块磁铁 就能神奇地治愈患者的疾病 其后 他还使用了其他诸如玻璃或者铁片之类的东西来帮助治疗 后来 他甚至放弃了所有的物体 而仅仅把自己的手放在患者的身体上 他宣称 他治疗成功的理论基础 来源于他自己命名的动物雌性说 他认为 一些神秘的雌性物质 通过医生的手传给了病人 梅斯梅尔把他发现的这种治疗方法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梅斯梅尔术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催眠术 其他内科医生妒忌梅斯梅尔的成功 宣称他所有成功的治疗 都仅仅是源于心理暗示 而并无其他特别之处 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暗示的力量 为何能产生如此神奇的效果 所有这些治疗主体 心理医生 心理学家 整骨疗法专家 脊椎推拿疗法专家 内科医生 和各种各样的治疗团体 都正在使用一种普遍存在于潜意识的力量 每一个人都可以宣称 治疗效果源于自己的某种独特理论 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 所有的治疗过程都依赖于一种确定的 正面的心理态度 或者称之为一种思考方式 信念 治疗取决于这种自信的期待 它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暗示 作用于潜意识 从而释放出治愈的无穷威力 一个人并不是被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治愈的 当然 各种理论都有自己的解释 但是治疗的过程中 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信念 能产生治疗作用的力量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潜意识 我们可以放心地选择任何理论 信仰 方法 因为只要有信仰 我们终将得到想要的结果 帕拉萨尔苏斯的观点 菲利普帕拉萨尔苏斯 这位著名的炼金术士和内科医生 在他生活的年代 是一位具有治愈能力的人 他的一段话在今天看来 明显具有科学事实的意味 无论你相信的对象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最终都能够获得相同的效果 因此 如果我说 我相信圣彼得的雕像 如同我相信圣彼得本人一样 我就会获得像相信圣彼得一样的结果 但是 这是迷信 信念 确实能产生结迹 而且无论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信念 都会产生相同的奇迹 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 彼得罗 彭波纳奇 回应了帕拉塞尔苏瑟的观点 他这样写道 我们很容易想到 自信和幻想必然能产生神奇伟大的效果 特别是当这两者在信念本身 和受影响的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 某些观点将治愈结果归功于某些特定的遗害 这就是自信和幻想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庸医和哲学家都知道 无论把谁的尸骨说成是圣徒的遗体 患者的病情都会有所好转 只要他们相信那些真的是圣徒的遗体 想想这段话在暗示一个什么道理 如果你相信圣徒遗体的神奇力量 或者相信某种特殊液体的治愈功能 或者就像我的澳大利亚亲戚那样 去相信一块碎片的神奇作用 你都将会获得结果 因为暗示已经作用于你的潜意识 而正是潜意识发挥的作用 治愈了患者的疾病 伯恩海姆的实验 希伯莱特·伯恩海姆 是20世纪早期法国南西地区的一位医学教授 他是最早解释医生对患者的心理暗示 是如何作用于潜意识的科学家之一 伯恩海姆讲述过一个舌头不能动的患者的故事 这位患者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治疗方法 但没有一种方法获得成功 然而有一天 医生宣布他已经掌握了一个新的医学工具的使用方法 这次必将能治好患者的疾病 然后医生把一个小型温度器放到患者嘴里 患者就以为这个工具一定能够治好他 过了一会儿 患者惊喜地大叫出声 因为他又能重新自由地活动自己的舌头了 伯恩海姆继续写道 在众多成功案例中 相同的事件里见不鲜 一天 一个年轻女孩来到我的办公室 告诉我她已经联系四周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 检查确诊之后 我告诉我的学生 失语症有时候是源于突然的紧张情绪 要治疗的话 可以利用心理暗示的影响 我打开感应器 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咽喉部位 左右移动一下 然后对她说 现在你就能大声讲话了 很快 我就让她发出A的声音 然后是B 再然后是Maria 她相继说出这些词 使语症就此完全消失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 伯恩海姆展示了患者对于康复的期望 和他们信念的力量 这些都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暗示 作用于潜意识 由于暗示 长出了水泡 伯恩海姆还讲述了另外一个例子 他曾经在某个患者的脖子上贴了一枚邮票 然后告诉患者那是一个密封刺 结果贴邮票的部位就长出了水泡 世界各地的医生早也通过各种实验 证明了这种暗示的作用 毫无疑问 医生仅仅对患者进行一些口头暗示 就能导致患者身体结构的改变 导致血斑的原因 出血症和血斑也都可能由暗示造成 为证明这一点 伯恩海姆博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曾对一个进入催眠状态的人 进行了如下的心理暗示 在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 催眠结束之后 你将会进入我办公室 坐在这个椅子上 把双手盘在胸前 那个时候你的鼻子就会开始流鼻血 那天下午 年轻人真的如他所说 4点钟进入了博士办公室 并且双手十字交叉在胸前 几滴鲜血从他鼻孔中流出来 另外一个例子 也同样还是伯恩海姆博士做的实验 他在患者处于催眠状态的时候 用一个比较顿的工具 肩部在患者的两个小臂上 滑出了患者的名字 然后这样对患者说 在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 你将睡觉 你的手臂将会沿着我滑过的地方 流出鲜血 你的名字将在你的手臂上 以血字的方式出现 那天下午 病人被严密观察 在4点钟的时候 他进入了睡眠状态 他的左臂逐渐出现清晰的字母 某些地方还渗出了血 尽管后来字母逐渐褪碎了 但直到3个月之后 仍然可以看到模糊的痕迹 这些事实证明了 前面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的正确性 那就是 首先 潜意识一贯顺从于暗示的力量 其次 潜意识完美地控制了 个人的身体功能 感觉和状态 前面的现象都生动地展示了 由暗示而导致的 非正常生理现象 它们都有力地证明了 心想事成这句成语 要点回顾 一 时刻提醒自己 这语的力量源于潜意识 二 信念就像种植于土壤的种子 它会根据土壤而发芽 种植一个想法 种子在你脑海中 带着信念和期望给它浇水 施肥 它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三 拥有一本书 创造一个新发明 或者完成一部戏剧的想法 是真实存在于你头脑中的 然后你才能去实现这些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确信你现在拥有你想要的东西 相信你的想法 计划 发明 确确实实的存在 如果你相信了 它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四 在为另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了解你宁静内心的所有确信无疑的美好理念 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潜意识的负面形式 带来神奇的结果 五 你听到的各种关于可能治病的神殿的传说 都是想象力和坚定信念的结果 它们作用于潜意识 从而释放出治愈疾病的能量 六 所有的疾病都源于意识 人体什么都不会发生 除非有一个意识去回应那一种疾病 七 任何疾病症状都可能源于催眠性的暗示 这也显示出每个人思想的巨大能量 八 治愈的过程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 那就是信念 只有一种治愈的能力 那就是你的潜意识 九 无论你信念的对象课题正确还是错误 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你的潜意识会回应你脑中的想法 把信仰完完全全当作你自己本来的思想 那就足够了 第五章 当代精神疗法 独立地运用传统方法去思考 去计划 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 每一个困难都有解决之道 到底是什么力量产生了治疗的作用 这力量又存在于什么地方 怎样才能实际地应用这一力量呢 这些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则是一致的 使治疗生效的力量埋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之中 而病人往往能够通过改变自身的精神状态 释放出这种力量 没有哪个心理学家 精神病学家 或者医生可以凭借他们本身的力量治好患者的疾病 不管他号称信仰什么医学或精神学流派 和外科医生一样 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家的作用 也在于去除患者的肿块 然而不同于外科医生们操着手术刀 去除患者肉体上的肿块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去除的是患者内心的肿块 通过这一行为 患者的内心得到了释放 从而显现出治疗的效果 重新获得身心的健康 没有哪个医生 精神病学家能够拍着胸脯保证 仅靠自己就能治愈患者 治疗能力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名号 自然力 生命的原动力 智能创造力 但是实际上 这些都仅仅是潜意识的不同说法而已 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法 去移除那些存在我们身体中的 抑制生命原则发挥作用的障碍 这些障碍既包括精神上的 诸如情感 也包括身体上的 治疗原则存在于潜意识中 如果能够合理地运用它去指导自身 或者其他人的话 那么无论什么时候 它都能治愈精神和肉体上的各种疾病 这种治疗原则不分宗教 种族或民族 适用于一切人群 如果想要实践这个治疗过程 完全不必刻意去某个神殿 即使是无神论者 或者不可知论者 其潜意识仍然会治愈伤口 或者在手上弄出伤口 现代精神疗法生效所倚仗的基础是 无限智能和潜意识能量 会根据信念的坚定程度 做出相应回应 你的信念越坚定 潜意识能量就越大 牧师们会遵从圣经的命令 走到一个小庭子里 关上门 清除自己的杂念 放松 放下一切 告诉自己存在着一种 拥有无限治愈能力的力量 而且他们坚信这种能力 就存在于他们内心 他们对所有的外界干扰 关上思想的大门 然后 安静地 有意识地将需求和欲望 转向潜意识 随后 他们会逐渐意识到 思想智能正在根据 他们的具体需要 做出回应 你是否知道 只要你冥想着最终的理想 并感受到它的存在 潜意识所具有的神奇力量 就会回应你意识层面的诉求 并真的实现它 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事情 莫过于此 也是许多现代精神科学家 在运用祈祷疗疗法时 所依据的科学原理 治疗过程 普遍的治疗原则只有一个 而它适用于任何事物 我们有意识地运用它 从方方面面来保护我们自己 关于如何运用这种 普遍治疗原则的力量 有许多方法 技术和理论 但是 治疗的过程只有一个 那就是信的过程 信仰法则 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 都代表着一种信仰 这些信仰可以从 许多方面来解释 而生命的法则就是信仰 关于你自己 关于生命 关于宇宙 你相信的东西是什么呢 信仰是你脑海中的一种想法 它能够根据你的思考习惯 将潜意识能力分配到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你必须认识到 圣经也在宣传信念 但是它的根本目的 不是要你相信一些仪式 礼仪 制度 习俗 或者原则 它在讨论信仰本身 简单地说 你脑海中的信仰 就是你的想法 耶稣对它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相信那些会伤害你的东西 是很愚蠢的 记住 并不是你信仰的东西伤害了你 而是你脑海中觉得会受伤的想法 或者信念让你最后受到伤害 你的所有经历 所有行为 乃至生命中发生的一切 都是对你自身想法的反应 或者回应 意识和潜意识的科学指导思想 祈祷冥想疗法 是指大脑意识和潜意识 指向某一具体目标的过程 这一过程具有同步 和谐和智能的特点 祈祷冥想疗法 有时候也只思想精神治疗 还有一个术语叫做祈祷技术 在祈祷疗疗法中 你必须知道你正在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也必须要相信治疗法则 在这种形式的治疗中 你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一个你想在现实中 呈现出来的特定想法 记忆图像和计划 然后针对这个具体目的 而进行一个清晰明确的冥想过程 通过假想去感觉你想要实现的状态 那么意识就会把这些假想的图像 传送到你的潜意识中去 只要你对自己的精神力量抱有强大的信念 你的祈祷或者冥想就会产生回应 我们假设 你决定通过冥想疗法来克服一个特定的困难 首先 你必须意识到你的问题或者困难 无论它是什么 都源于停留在你潜意识中的恐惧的负面思想 如果能成功地清除脑海中的这些负面想法 就能成功地克服困难 因此 你首先需要将注意力转向存在于内心的潜意识治疗力量 你需要不断提醒自己 这种力量拥有无限能力 它能够克服所有困难 你的思想一直停留在这些正面力量的层面 你的恐惧就会开始消融 直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正面力量同负面思想相互斗争的结果就是 真理终将战胜各种错误的想法 然而 治疗进行到这一步还没有完全结束 接下来 你应当真心感谢这种治疗方法 因为只有出于真心的信仰 才会有真心的感谢 而真心的感谢 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真心的信仰 这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不断运作 就会不断产生正面的力量 然后 你就能一直不断地克服困难 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你感觉到自己是被真理引导的 于是你重新开始祈祷或冥想 所有踏踏实实实践了这个技巧的人 都能彻底跳脱出负面意识的影响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想 如果不能痊愈或怎么样 这种思想态度使意识和潜意识达到了和谐统一 从而释放出了无穷的治愈能力 信仰疗法 众所周知 信仰疗法中的信仰是指意识和潜意识相互奏用的学问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传统的医治者会通过跳舞 念咒 向神灵祈祷来治疗患者 一个人可以通过触摸圣徒的遗体而获救 也可能通过穿着特殊的礼服 点燃神圣的蜡烛或檀香 或者通过喝下一种混合的调制草药来获救 不论哪种形式 只要能够让病人真诚地相信这种方法或过程的效果 都可以成为治疗的手段 任何方法 只要能使你从恐惧和忧虑中摆脱出来 使你获得信念和期望 就都能治愈疾病 许多人宣称 因为他们的理论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所以他们的理论就是正确 真实和有效的 显然 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有关奥地利内科医生弗朗茨安东 梅斯梅尔的故事 1776年 他宣称用磁铁轻腐患者可以治疗疾病 后来 他索性改变方法 放弃磁铁 仅仅用手在距离病人身体一段的地方 轻浮治疗 同样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这些事迹我们都在前一章中提到过 而为了解释这种治疗方法成功的原因 梅斯梅尔演绎出一个理论 他称之为动物磁性说 他解释说 磁性是一种液体 存在于宇宙之中 也是人类器官中最活跃的部分 这种磁性液体通过他的手 传送到病人的身体里 正是这种磁性液体 帮助患者痊愈 这种说法流传开来 许多人莫名前来拜访 也因此发生了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 梅斯梅尔后来移居巴黎 在那里 政府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他的治疗情况 这个委员会成员里有许多杰出的内科医生 也有包括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内的科学院成员 经过一系列全面详细的调查 委员会确认梅斯梅尔确实治愈了那些病人 然而 委员会也同时指出 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磁性液体理论的正确性 因此 委员会认为 患者痊愈是因为病人的自我想象发生了作用 这个调查之后 梅斯梅尔就被当局流放了 并于1815年逝世 不久之后 英国曼彻斯特的詹姆斯·布雷德博士 通过调查研究指出 磁性液体和梅斯梅尔博士的治愈病例并没有任何关系 布雷德博士发现 患者可能因为心理暗示而进入了催眠状态 当他们处于催眠的恍惚状态之中时 许多神奇的效果就能成功产生 现在 你就更容易理解 所有的这些病例成功治愈的原因之所在了 通过成功的使病人的意识开始冥想 同时加上对他们潜意识进行关于健康的有力暗示 从而共同作用于病人身上 把这些叫做迷信并不过分 因为无论是患者还是实践这一治疗过程的医生 都并不理解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即使他们亲身经历或目睹了整个治愈过程 他们也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 你的思想并不邪恶 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力量是邪恶的 邪恶与否完全取决于你如何运用自然界的力量 用你的思想去祈祷 去治疗 去鼓舞世界各地的人吧 由于身体细胞新陈代谢 每十一个月你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那么 趁机改变你的想法 从而改变你的身体机能和结构 并且保持这种改变 当你的思想放松时 你接受一个新思想 你的潜意识也会起作用 从而接受这个新思想 主观的信念 一个人的主观信念或者潜意识的想法 总是服从于各种类型的心理暗示 无论你的目标信念是什么 一旦你假设自己会积极地或者被动地获得某种信念 你的潜意识都会被暗示所控制 你的欲望也将随之得到满足 在心理疗法中 信念指的是绝对的主观信念 获得绝对主观信念的方法就是 完全不去想与信念相反的任何负面问题 包括意识中或者客观存在中的任何反对意见 你当然要努力相信自己可以得到一种完美的结果 这种无保留的信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状态 如果能够在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都达到 完全接受这个信念的状态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 你可以通过放松大脑和身体进入催眠状态 从而营造出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 在这个昏昏欲睡的状态之中 你身体意识中的被动性就变成主动性 开始接受主观的各种暗示 一个患者曾经这样问我 为什么牧师能够治愈我 当他告诉我 我什么病也没有的时候 我压根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认为他在侮辱我的智商 但是事实上我痊愈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就像我给这个患者的解释一样 道理很简单 患者听了牧师的话 内心就平静了下来 并且进入了一种完全被动的状态 那段时间里 他既没有说任何话 也没有思考任何问题 牧师也进入了一种被动的状态 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他一直在安宁平和地告诉患者 他会重新获得健康 平静 和谐 然后痊愈 结果在半小时后 沉浸在巨大的轻松和宽慰之中的患者 终于恢复健康 从上面的这个示例中 我们很容易明白 主观信念在治疗过程中被动地显示了出来 同时 牧师提出的完全获得康复的暗示 通过潜意识传达到了患者意识中 两个主观想法因此达成了一致 如果允许一个人 把他对治疗者能力的怀疑 以及对治疗者理论正确性的怀疑表露出来 那这些怀疑最终就会表现为 敌对性的自我暗示 这些敌对暗示有可能会严重阻碍 甚至完全否定目视的暗示 但是在睡眠之中 在一种恍惚沉睡的状态之下 意识的拒绝性就会降到最低值 患者的潜意识就会倾向于接受目视的暗示 因而也就能同那些暗示达成和谐一致 痊愈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缺席治疗的意义 假设你身在拉斯维加斯 却突然得知身在纽约的母亲患了重病 你的第一个想法肯定是 马上离开拉斯维加斯 放下工作奔赴纽约去看望母亲 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呢 你就会在母亲康复的过程中 什么都不做 放弃任何可能给你力量的信念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虽然你的人无法陪伴在母亲身旁 但是你为他所做的祈祷 一定会传达到他那里 这就是我们内心深处 坚定意念能够发挥作用的场合 在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发散思维 运用有创意的法则来为你服务 你必须做的是 在你内心的精神世界中 领悟到有关健康和和谐的内症 内症通过潜意识起作用 随之就会在你的母亲的潜意识中 得到回应 你关于健康 活力生活的想法 会通过一个与客观世界并存的 主观世界而起作用 这些想法能够在主观世界 开启一个力量之源 最后通过身体的痊愈显现出来 主观世界完全没有时间或空间的界限 来自主观世界的力量 既可以引导你母亲 也可以引导你 无论你人在哪里 事实上 缺席治疗 这个概念是和在场治疗相对应的 因为普遍存在的主观世界 是无所不能的 你不必试图强行产生任何想法 或者固执于任何想法 你的治疗是思想有意识移动的一个过程 随着你越来越有意识地关注健康 生活质量 身体放松这些因素 这些特质就会在你母亲的康复过程中 渐渐显现出来 并获得新的生命力 那治疗结果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 缺席治疗并不能完全表达这种治疗方法的含义 甚至可能误导人 虽然名字叫做缺席 然而真正起作用的恰恰是因为真诚信仰的道场 因为物质身体的缺席也无法阻挡真心祈祷的治愈力量 这种方法适用于许多不得不缺席的人 一个身在拉斯维加斯的女儿 听说在纽约的母亲患了冠状动脉血栓行程 因为不能去母亲身边陪伴 她做了如下祈祷 治愈存在的地方就是我母亲存在的地方 她的身体状态是她的思想生命的反应 如同影子投射到银瓶上 我知道 为了改变银瓶上的图像 我必须改变它们要展示的东西 现在我就把我关于母亲的康复 痊愈和谐健康的想法投射到我的脑海中 无限存在的治愈能力在我母亲身体的各个器官内产生 现在分解融化 充斥于她每一个身体细胞中 像宁静的小夕一样流过她身体的每个部位 医生被神圣的力量指引 领导着 无论和我母亲接触的是谁 她都会做出正确的事情 我知道 疾病最终会消失 母亲的生命和爱的无限力量在一起 我命令 和谐 健康 和平 全部在我母亲体内显现 她每天都做几次类似的祈祷 几天之后 她母亲神奇地痊愈了 她的医生 心脏病专家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不由地赞美她的伟大信仰 带给了她无穷的力量 结论存在于女儿的脑海中 被她坚定的信念所接受 进而进入普遍存在的潜意识中 发挥出感情的创造性力量 潜意识通过她母亲的身体 显示出完美的健康与和谐 女儿若觉得母亲真的遇到了什么 那么同时在她母亲身上 就会发生什么 释放出潜意识动力的行为 我的一个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 前不久她做了一个活组织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 她体内的一个重要器官中有癌细胞 她的肿瘤专家建议的治疗方法 既折磨人又危险 她在同意治疗之前 先试了一下另外一种方法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她都安静地祈祷 每个细胞 神经 组织 器官 都痊愈起来吧 都变得更健康吧 我的整个身体都会重新获得健康与和谐的 大约过了一个月 她就痊愈了 接下来的各项检查表明 她体内完全没有癌细胞了 这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 同时 我对此也十分好奇 我问她 为什么她会选择在睡前反复地确认康复的事情 她告诉我 一旦在感情深处建立了这种希望 潜意识的动力学行动 会在睡眠期间仍然保持活动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在入睡之前 替潜意识安排一个有益处的工作 是如此重要 这一回答的确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同时要注意的是 在想象和谐与健康的过程中 她并没有特别强调需要面对的困难 我也强烈建议大家 停止关注自身的各种小缺点吧 不要反复地纠缠于她们 特别是在睡觉前的这段时间里 睡觉之前 我们通常会从生活中吸取元气和活力 来保证充足的睡眠 而纠缠于自身缺点的人 唯一能获取到的 只有烦恼或者恐惧 如果你持续地念叨你的疼痛或者各种症状 并且一直不停地纠缠于这些东西 你就会被它们控制 你就抑制了心灵中原本会释放出的治愈力量和潜意识能量 更有甚者 这些充满恐惧的幻想还会利用潜意识力量 在你生活中显现出那些你一直恐惧的现实 所以 停止关注自身的缺点吧 让你的脑海中充满伟大的真理吧 这样 你就会走向充满爱和光明的未来 你的烦恼 就像树上破败的枯树枝一样 会被一把 叫做积极力量的剪刀 从潜意识的树上修剪下来 要点回顾 一 是你的潜意识力量治愈了你 为你的潜意识制定一个正确的大方向 有助于治愈你的思想和身体 二 你需要仔细考虑你的诉求或者欲望 然后确定一个祈祷的计划 三 想象你的终极需求 并且幻想它是真实存在的 按照它真实存在的状况去思考 你就会发现一切水到渠成 四 明确你的信仰 信仰是你脑海中的想法 是你认为自己能够创造出的东西 只要你相信 就能得到 五 去相信那些会伤害你 或者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事情是很愚蠢的 相信完美的健康 繁荣 和平 财富和神圣法则的指引 六 让伟大和高贵的想法经常在你脑海中停留 它们终将变成你的行动 七 在你的生活中运用祈祷疗疗法的力量 选择一个明确的图景 对其进行反复的冥想 从思想上和情感上把那个想法组织起来 只要你一直坚持不懈 你的祈祷终将得到回应 八 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真的想要治愈的力量 你必须先从信念上拥有它 信念意味着意识和潜意识的交互作用 伴随着信念产生的是理解 九 如果你深爱的人身患重病 那么学着为他祈祷吧 清除你思想里的杂念 发散关于健康 活力 完美的想法吧 它们将通过与客观世界并存的主观世界发生作用 你的想法也会被你深爱的人所感受到 从而在他身上显现效果 十 在睡眠状态中 你需要避免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 在睡觉之前 不断地想象你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然后安静地睡吧 醒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精力充沛 心情愉悦 第六章 使用精神治疗技巧 所谓信仰 就是存在于你脑海中的一种想法 而生命法则即是信仰法则 不要相信那些会给你带来伤害或坏处的事情 相信你的潜意识力量能够治疗你 激励你 增强你的信心 使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成于中 必能行之于外 当一个工程师需要建造一座大桥 或者设计一架飞机的时候 他既需要理论上的技术 同时也需要一套实用的方法 这些技术和方法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 同样的 也有一套相应的技术和方法来指导你管理自己的生活 这些方法和技巧是居于首要地位的 在建造金门大桥的过程中 工程师首先需要知道的是数学原理 重力和拉力等一系列的相关知识 其次 他们需要在脑海中形成一个跨海大桥的具体而实际的轮廓 第三步就是 他们必须通过实施已规划好的想法 和已被证明的理论 来具体执行这些方法和技术 随着这些步骤的逐步完成 大桥就从出具出行 慢慢变得更加丰满完整 最终就能够投入使用了 同样的原理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祈祷得到现实的回应 就必须开始学习合适的技术和方法 使你的祈祷获得到回应的方法必须得是科学的 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一个由秩序和法则控制的世界 在本章中 你将找到有关开启 并丰富你的精神世界的实用技巧 你的祈祷不能像一个轻气球一样 始终漫无目的地停留在半空中 而必须有一个方向 这样它才能帮助你达成生活中的任务和目的 我们分析祈祷的话语时 就会发现 其中有许许多多不同方法和技巧 本书将直接关注那些使个人祈祷生效的方法 并协助你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 同时你也能利用这些技巧帮助他人更好的祈祷 祈祷是我们对于自身想要达成的愿望的一种明确表达 祈祷是灵魂的诚挚愿望 你的愿望就是你的祈祷 它来源于你最深层次的需要 它反映了你在生活中最渴望的事情 祈祷的真实本质极 有效地表达生命中对于和平 和谐 健康 愉悦 以及其他所有能够保佑我们的事物的渴望 意念送读法 我们已经看到 有效祈祷的秘诀就是使潜意识中充满想要达成的成果 要做到这一点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念送读法 它主要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 通过在意识中反复地强调自己的行动 从而引导潜意识去占领你的需要 意念送读法最好在梦境状态中完成 你要知道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无穷的智能力量的 只要静下心来 想一想你想要的是什么 想象一下 从下一刻起 它如果完全属于你了 你会变成什么样 想象一下 一个患了重感冒 喉咙沙哑的小女孩 坚定地反复地祈祷着 感冒马上就好了 感冒马上就好了 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当然是一个小时之后 感冒就真的好了 潜意识会接受你的蓝图 如果你正在为自己和家人建造一座新房子 你一定会对新房子的图纸有莫大的兴趣 你将设法确保建造者按照图纸的每一个细节建造房屋 你也会督促他们使用合适的材料 一旦你知道未来生活的家起觉于在建造过程中使用的材料 你肯定会选择最好的水泥 隔热隔音的材料 电线 屋顶等等 上述过程 难道不就是我们建造心灵家园的过程吗? 难道不就相当于我们为了幸福 富足而规划的精神蓝图吗? 所有进入你生命的经历和事物 都取决于你建造心灵家园时所使用的材料的质量 如果你的精神蓝图中充满了恐惧、忧虑和匮乏 如果你带着一脸的沮丧、怀疑和愤世嫉俗 那么恐怕你的精神家园中也将充斥着艰辛、焦虑和紧张等限制你发展的结构 每分每秒你都在建造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是生命中最基础、也是最漫长的活动 你的生存之道也许悄无声息 也许不为人所见 但是它们却是真实存在的 你一直都在建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而你的想法和内心世界代表着你的精神蓝图 每时、每分、每秒 你都在建造一个容光焕发、健康成功的自己 在你隐秘的精神世界中 你的所思、所想和你接受的信念 都会成为重复播放的景象 这个精神家园是你为之不断付出鲜血和汗水的世界 也会是你最终形成的人格 你在这个世界谱出的全部生命之歌 为自己构建一个蓝图吧 安静地建造你的精神家园 不经意间 你就会水到渠成地得到安宁 和谐和愉悦 以及良好的生育 这些良好的资质早已停留在你的精神世界 一旦听见你的呼唤 你的潜意识就会接受你的蓝图 把这些东西带到你的生活中 祖先告诉我们 看树、看果实 看人、看作为 你将来的成就大小 和你今天的精神修养是分不开的 祈祷的科学和艺术 科学应当是一个协调的 有规划的 系统的知识体 那么 让我们来更仔细地看看 何谓真正祈祷的科学 这个知识体可谓是处理生活中 诸多事宜的基础原则 生活中 你或其他任何人在运用这一知识体时 所涉及到的技术和运用过程 就是这个知识体要描述的对象 艺术在这里指的就是你的技术或过程 而科学隐藏在艺术后面 是创造性思维在你脑海中引起的必然回应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寻见 扣门 就给你们开门 这个著名的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呢? 显然它告诉我们 你要什么 你就将得到什么 当你敲门的时候 门会自动打开 随后你将会发现 门的那一边有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明确的思想意识能产生巨大的作用 总有那么一个直接的回应 从你潜意识的无限智能出发 转移到你的意识思考中 如果你需要的是面包 那么你绝不会得到一块石头 如果你想要实现一件事情 那么你必须首先产生信仰 而头脑可以帮助意识渐渐在物质层面上实现 如果头脑中没有存在一个最初的形象 那么它定不能进行下一步的转移 因为还没有一个可供潜意识转移的东西 在潜意识产生力量 发挥作用之前 你的祈祷 也就是你的思想活动 必须首先作为一个东西 被你的大脑所接受 你必须先达到一个大脑能够接受的点 那是一种没有任何思想限制的和谐一致状态 这个沉思过程应该伴随着一种愉悦的 毫无约束的感情 你的知识和绝对的自信 是真实祈祷的艺术和科学的基础 意识的移动将会从潜意识中得到一个确定的回应 那就是无限的智慧和力量 按照这样的步骤 你的祈祷将会得到回应 所有的困难都源于没有达成这样一种念想 如果你停留在一个困难或障碍上面 你的潜意识就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你正在作茧自负 通过实现那些隐藏在你思想意识小屋中的想法 你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 成功的 幸福的自我 要达成你希望达成的事情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借助思想意识的帮助 形象化技巧 形成一个概念最简单 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 就是在你脑海中将其形象的表现出来 就好像它们真的存在过一样 人的肉眼能看到已经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事物 与之相类似 你也能够看到存在于你不可视的头脑世界中的事物 你脑海中的任何事物都是你希望获得的事物 也都是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事物 你的想象力给予你的东西是同你身体的任何部位 器官一样真实存在的 那些想法和观念是真实的 而且如果你足够虔诚地忠于你的思想 总有一天那些想法和观念也会在你的客观世界中出现 思考构成了你脑海中的印象 随后这些印象将转变为事实和经验 在你的生活中显现出来 建筑师能够在脑海中使自己需要的建筑种类形象化 当建筑完工时 建筑师将会看到 以竣工的大楼和他们所设想的一模一样 建筑师的想法和思考过程都变成了塑料模型 也正是建筑于塑料模型 这些大楼才得以兴建 建筑也许富丽堂皇 也许毫无生气 也许是一座摩天大厦 也许仅仅是一个单间瓦房 但是 这些建筑都是从想象的图画开始的 建筑师的精神想象就像画在纸上一样 然后投射到现实生活中 最终 承包商和建筑工人聚集好原材料 直到建筑落成 建造工作才告一段落 也才能够称得上完全符合建筑师 在脑海中建立的虚幻的结构 每次演讲之前 我总是使用形象画技巧 首先我会清理自己的思绪 让我的意识能够适应潜意识 然后 我想象着会堂里面座无虚席 所有的座位上都坐着虔诚的听众 他们最终都能够被自身的无限治愈能力而启发和激励 我仿佛看见了光明 快乐和自由 在脑海中产生想法之后 我安静地把这些情景设想成一幅幅画面 我能够想象人们在说 我被治愈了 我感觉很好 我被改变了的情景 我能够保持这些画面长达十分钟时间 甚至更长 我让自己知道并感觉到 每个人的头脑中和身体里都充满着爱 健康 美 和完整 我的意识也随之达到了顶点 我仿佛能够听见群众在欢呼他们获得了痊愈和幸福 然后我释放了所有的图片 缓缓走向讲台 几乎每次演讲 我都会使用形象化技巧 每次演讲之后 都有听众过来同我交流 告诉我他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头脑电影法 有一句老话这样讲 意图抵千言 事情必须作为现实被反复强调 而潜意识会居此调动任何存储于头脑中的图片 并且根据信仰而有所反馈 成于中 必能行之于外 几年之前 我曾在中东国家和地区巡回演讲 我希望在某处有一个永久的驻地 让我能够持续地帮助需要我的人们 有几次出行 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旅程中 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有关永久固定地点的想法 一天晚上 在华盛顿斯普肯 我放松地躺在旅馆的沙发上 集中注意力想问题 在一片安静之中 我开始想象我正在同许许多多听众讲话 我对众多听者说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我一直为了能够来到这里而祈祷 我看到想象中的听众缓缓向我走来 我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我扮演着演员的角色 将这部头脑电影戏剧画地展现出来 我感到很满足 这些图画正在通过我的潜意识 传送到他们应该到达的位置 第二天早上 一觉醒来 我感到一阵祥和与满足 几天之后 我接到来自中东组织那边的电话 他们让我去做负责人 我去了 在那里的几年时间 我真正享受到了工作带来的深深的满足感 我刚刚描述的这种方法通常被叫做头脑电影法 我收到过许多封来信 来自读过我书籍和听过我演讲的朋友 在信中 他们不断地告诉我使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神奇结果 在出售不动产方面 这种方法似乎特别有效 如果你有房屋或财产需要出售 我的建议就是 首先在脑海中设想 物品出售的价格对于你或者买家来说都将是十分合适的 想象过后 让你的头脑安静下来 放松 不去想任何事情 然后进入一种昏睡的朦胧状态 把所有的思维减少到最少 现在 想象着你的手里拿着的是对方给的支票 你为此而感到愉悦 感谢买家和支票 然后真正的睡去 感觉脑海中的整部电影就像发生过的那样真实 你必须把这件事想象成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潜意识就会把它当成一个印象 然后 无限智能就会为你显示出那个真正的买家 他会真正的需要这个房子 会真心爱上他 并且会在房子里住得很愉快 通过深层的意识流 买家和卖家联系到了一起 一个由信念支撑的 存在于脑海中的片段 终将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鲍德恩介绍的技巧 克劳德·鲍德恩 是法国卢梭学院的一名教授 他是一个能够出色运用精神治疗法的医生 同时也是新南西治疗学院的研究主任 他发现 让潜意识技术东西的最佳途径 就是进入一种昏睡的朦胧状态 或者一个类似睡眠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所有意识层面的努力都减少到最低限度 然后 所有想法都能够通过印象 以一种安静的 被动的 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送到潜意识中 鲍德恩对其方法阐释如下 简单地帮助他 注入潜意识的方法 就是强化观点 也就是强化将要成为暗示课题的观点 同时 把观点总结成一个简洁的短语 最好能够雕刻在记忆上 然后就像唱歌谣那样 不断重复这个短语 几年前 洛杉矶的一个年轻寡妇 深陷冗长而琐碎的家庭纠纷之中 他死去的丈夫把整座庄园都留给了他 但是 丈夫在前一任婚姻中所生下的儿女们 却将他告上了法庭 要求改变遗嘱 并且不接受寡妇的和解意见 当他找到我寻求帮助的时候 我把鲍德恩技巧解释给他听 我让他找到一个简短的表述 如能够很容易记在心里的句子 来说明他的想法 他自己找到的句子是 他将恢复神圣的秩序 对于他来说 这些话语意味着无限智能开始操纵他的潜意识 通过和谐原则产生作用 从而带来和谐的结果 连续十天 他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摇椅上 放松身体 进入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 他就慢慢地 安静的 有感情的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确认那句话 他将恢复神圣的秩序 他发现自己逐渐进入一种内心平和的状态 安宁便及全身 然后就进入了正常的深度睡眠状态 在第十一天的早晨 他一觉醒来 全身感到十分舒适 并确信案子已经有了结果 正是在这天早晨 他的律师给他打来了电话 告诉他反方律师和客户愿意和解 最终对方撤诉 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睡眠法 当你进入一个昏睡的朦胧状态时 所有的努力都将减少到最低 而当人处在睡眠状态中的时候 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淹没了 原因就是 潜意识最大限度的浮出表面 就发生在睡眠之前 和醒来之后这两个短暂的片刻 这种状态之下 那些会遏制你的欲望 阻止你获得潜意识力量的负面想法 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 如果你想要摒弃一个坏习惯的话 首先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 放松身体 静止不动 然后让自己缓缓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 就在这种状态中 安静地像唱歌谣那样 反复地对自己说 我完全摆脱了坏习惯 和谐和安静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 每天早晨或者晚上花五到十分钟 慢慢地 安静地 充满向往地重复吟唱这些话 当你又开始重复那些坏习惯的时候 对着自己重复这些话吧 只有这样 你才能使潜意识接受这个想法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彻底抛弃坏习惯的结果 感恩法 在圣经中 保罗提出 我们是通过祈祷和感恩来使我们的愿望被听到的 仅仅是遵循了这一简单的祈祷原理 就产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结果 一颗感恩的心应该总是同宇宙中的生命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通过互相给予的关系法则 感恩的心会获得无数庇佑 最近一位年轻母亲告诉我 她是如何使用这个技巧来度过难关的 她说我刚丢了工作又破产了 家里三个小孩等着穿衣吃饭 我当时也不知道能去找谁 我想起来 你给我们解释过 在我们的祈祷得到回应之前 我们应该先存感激 这句话就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 我知道得尝试一下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 每天早晨和晚上 这位妇女都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感谢您 伟大的主 给我财富 她以一种放松的 平和的方式祈祷 直到一种感激的情绪和感觉 占据了她的全部想法 她设想着 她在向无限力量和无穷智慧祷告 虽然她也清楚地知道 她不可能真正地看见造物主 或者无限智慧 但她在用内心的精神感知进行观察 同时她还认识到 她所希望的财富的意象 是最重要的 这同她渴望的金钱 地位 食物 紧密相关 思想的觉醒是得到财富的基础 她不受先前的任何一个条件约束 自由自在 畅通无阻 通过不断地重复说 感谢您 伟大的主 她的精神和心灵都达到了一个和谐的新高度 当匮乏 贫穷 困难等想法进入她的大脑时 她就会频繁地经常性地祈祷 感谢您 伟大的主 她知道 只要她坚定地抱着感恩的态度 就能在意识中重新建立起对于财富的观念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个母亲的祈祷还有一个有趣的后续故事 就在她开始按照方法祈祷之后不久 她在街上遇到一个已经五年没有见面的同事 正是这位同事给她提供了一个待遇很好的有前途的工作 她甚至借给她一笔钱 表示她可以再得到第一笔工资之后再还 就像她对我说的那样 感谢您 伟大的主的神奇力量 我永生难忘 这些话为我带来了奇迹 肯定疗法 肯定疗法的效果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个人对真理的理解程度 所以祈祷不能只是无意义的重复 而应当是坚定的积极信念 而且这种观念必须非常具体 肯定自己的力量就来自于信念和想象 假设一个学生学习数学 计算3加3等于几 结果在黑板上写出来的结果是7 老师告诉她 用数学公式来算 3加3等于6 然后学生改变了计算方法 事实上 并不是老师的陈述使得3加3等于6 它只是让学生明白这个已经存在的数学真理 并让学生在黑板上重新计算罢了 得病是不正常的 健康才正常 健康才是你生活的真理 当你引导自己或者别人相信健康 和谐和平静的时候 当你认识到这些观念是生活应当遵循的普遍原则的时候 潜意识思维便会基于你对事物的信仰和理解 重整自身结构 并削弱其中的负面因素 祈祷得到现实的回应 得有一个过程 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如何 往往取决于祈祷者对于生活原则的确信程度 而不是取决于祈祷者肤浅的陈述 当我妹妹在英格兰一家医院做胆识切除手术时 我使用了肯定疗法 她是在一间常规医院检查后被确诊的 她让我帮她祈祷健康痊愈 我当时不在英格兰 远在六千公里之外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我 要知道 在思想的世界中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差别 智慧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 也同时存在于每一个点之中 我集中思绪 每天都要为我妹妹的疾病祈祷数次 我祈祷她的症状尽快痊愈 祈祷她的身体赶快好起来 平静地自信地 我按照肯定疗法做了如下祈祷 我为我妹妹凯瑟琳祈祷 她全身放松 身心宁静 做好准备 身体平衡 她将潜意识治疗的智能传递到每个细胞 神经 组织 肌肉 和全身的各个部分 运用潜意识协调身体内的各个器官 安静地 平静地 所有分散的潜意识和谐的运动 发挥作用 活力 健康 身体组织的和谐之美 在她身体内逐渐显现出来 她现在是一个开放的 能够接受治愈力量的身体 治愈力量像一条小溪流过她全身每个血管 为她的身体重建完美健康 和谐安宁 所有的扭曲和丑恶的异象 都被宁静的海洋清洗 消除 两周之后 我妹妹进行了另外一次检查 她的X光检查结果是阴性 医生确定她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 并且取消了手术 所谓肯定 就是对事实或者观念进行主观的陈述 如果你坚持认为某种观念是正确的 即使所有的事实都指向另一个极端 只要你仍然确定自己的想法 你的祈祷仍然会得到现实的回应 切记用否定的方式进行祈祷 因为当你否认某件事情时 实际上正在承认你试图否认的事实 想清楚自己的渴望到底是什么 反复进行满怀确定的祷告 清楚地告诉自己正在祈祷什么 由于你清楚地做着陈述 你就必然能指引你的潜意识去接受某种特定的事物 你将确认生命的真理 并得到潜意识的回应和满足 论证疗法 这种疗法的意义 从其字面含义就可略知一二 它源于昆比医生的神奇实践 昆比医生是一位心理学和精神治疗的先驱 两个世纪之前 他在缅因的贝尔法斯特生活 并完成实践工作 实际上 他不仅是精神医学之父 第一位心理分析专家 还是一位在诊断患者病症 疼痛和疑难杂症方面着有贡献的医生 简而言之 昆比成功运用的论证疗法 由精神论证构成 医生需要说服病人和医生自己 疾病的生成是由于错误的信仰和信念 对于病痛毫无根据的恐惧 以及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负面想法和态度 医生需要在脑海中清晰明确的论证 然后说服病人 告诉他们大病小病 都仅仅是由于错误思想的排列组合 和身体中扭曲的思想意识造成的 这个由内在的能量和外在的原因引起的错误信念 如今已经外在的表现为疾病 并且已经通过改变思想结构 而在病人体内产生某种变化 因此 医生需要向病人解释 所有的痊愈都源于信念的改变 医生同样还需要指出的是 潜意识可以影响身体所有器官 他知道如何去治愈疾病 并且 如果患者现在就相信的话 潜意识立马就会开始改变患者体内的各个结构 从而治愈疾病 医生要不断地去论证 说明疾病是源于病态的想法和意想 是浸泡在疾病想法中的思想意识的阴影 医生不断地展示证据 治愈的力量便不断集中 这些集中的治愈力量 能在第一时间影响所有器官 并且在身体内每个细胞 神经 组织中 产生一个完美的组合效应 然后 医生提交给病人一份论诊书 来支持自己和病人 通过信仰和心理圈解 医生便可将患者从病痛中解放出来 精神论证的力量使得医生和病人 拥有一个共同的坚定信仰 它超越了错误观念的力量 医生对于真理的信念 必然会在病人的现实经历中显现出来 患者也就随之痊愈了 重敬疗法 全世界有许多人实践过这一祈祷疗疗法 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结果 一位使用了崇敬疗法的女性 谈到过这样一次经历 她安静地冥想 她心中想到了上苍会保佑所有人 她毫无保留的爱 无限智能 绝对力量和毫无保留的智慧 绝对和谐 无法形容的美丽和完美的品质 随着她思考的深入 这些话语进入她的脑海 构成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 她感觉世界的爱像无边的海洋 能够解决所有困难和问题 能够治愈所有她为之祈祷的患者 她感觉到 所有的爱和力量都集中到了患者身上 无论什么小病小患 或者烦闷苦恼 在生命和爱的海洋里 都完全被中和 被化解于无形之中 崇敬祈祷疗法可以说 能够和最先进的现代超声技术相媲美 一位居住在洛杉矶的杰出医生 最近给我解释了这种技术 她在工作中使用这个技术 在超高频率的情况之下 能够产生力量无穷的声波 当这些声波集中到病人的患处时 患病的细胞就会同超声波产生共鸣 回应声波震动 从而起到治愈的作用 某种程度上 通过冥想造物主的各种特性 和为我们人类做出的贡献 我们能够在意识中产生一个精神波 其中包含了和谐 健康和宁静 一旦将精神波集中投射到某位患者身上 那么患者就会感应到精神波的震动 并产生共鸣 许多神奇的治愈势力 都是成功地运用重敬祈祷疗疗法的结果 重新行走的残疾妇女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时间里 昆比医生经常使用重敬疗法 他曾成功治愈了一位身体残疾的妇女 一天 他应邀去拜访这位因行动不便而卧床的年迈妇女 他说 他的身体疾病 完全是因为他将自己禁锢在一个如此狭小的活动空间 以至于根本不能自如地站立和活动 他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处在恐惧无知之中 昆比说 在这个坟墓中 他不懂人生的美好 错误的观念不断地捆绑着他 约束着他的行为 使他一步步走向死亡 当这位妇女询问他人有关圣经段落的解释时 别人的回答就像一块石头投在他的心壶上 激起阵阵涟 他开始渴望精神的食粮 这些精神食粮带给他安慰 带给他生命的活力 昆比医生诊断他的病情为思想阴影和停滞 这一状况不仅源于他自身的兴奋 激动和恐惧 还源于他在阅读过程中 不能清楚明确地理解圣经的意义 而产生的困惑 这个严重的情感障碍在生理上的表现 就是他的身体残疾 于是 昆比医生让这位妇女写下他是如何理解下面这段话的 于是耶稣说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 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他回答说 耶稣离我们而去 回到了天堂 昆比知道 他自己的错误理解 就是他出现现在这种症状的原因 他对这位病人的症状十分同情 决心不让这位病人长期停留在充满恐惧的思想状态中 昆比认为 他需要去找寻精神中的上帝 于是昆比重新解释了这段话 这位妇女明白了 这话的意思并不是上帝离开了我们 上帝之所以对自己说 因此 我能去我想去的地方 而你不能 那是因为人类的信仰狭小局限 而耶稣的精神境界宽广无限 昆比告诉他 耶稣其实与他同在 还引领着他畅游了思想的海洋 让他集中精神去思考神圣的观念 譬如活力 智慧 和谐 这些想法开始在患者身上发挥作用 病人的祈祷和医生的解释瞬间产生了共鸣 改变自身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油然而生 他放下拐杖 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昆比说 这只是许许多多成功痊愈的病例之一 他在没有遇到医生之前 错误地生活于死亡的阴影之下 给他带来生命的真理 无益于把他从死亡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昆比引用了耶稣死而复生的势力 来说明这位妇女身上产生的神奇效果 他的重新痊愈无益于他自己精神世界中的耶稣重生 他还解释说 他所接受的真理就是他自己的天使 他们搬走了恐惧 无知和迷信的大石块 为正确的想法开辟出了道路 使得他最后完全康复了 命令疗法 潜意识力量会根据隐藏在话语后面的感情和信仰发生作用 只要我们认识到 我们话语中具有重塑世界的力量 我们还可以加强这种力量 那样 我们对事物的信心就会随之增长 心理上的矛盾和纠结也会随之结束 一个年轻的女人发现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男子 这名男子经常给他打骚扰电话 还强迫他去约会 而他很难摆脱 当他开始出现在他的工作地点的时候 他意识到 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了 他决定使用命令疗法 他一天之内多次祈祷 把自己放在一个安静的状态中 不断地想着如下的命令 这个男人必须待在自己的地方 我是自由的 他也是自由的 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 我命令我的话语进入无限智慧的状态 产生现实的作用 根据他的话 年轻人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从那之后他再没有见过他 他自己说 就好像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你定义要做何事 必然给你成就 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要点回顾 一 做一个心理工程师吧 使用前人反复验证过的正确方法 来重建一个伟大和成功的人生 二 你的渴望就是你祈祷的内容 想象你的渴望完全达成之后的状态 去真切地感觉它的存在 你一定会高兴地发现 祈祷得到了回应 三 你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实现目标 运用潜意识的精神力量 四 将你头脑中模糊的想法具体化 你可以得到完美的健康 成功和幸福 五 开始实践本书传授的方法 让你的内心承认你的愿望 意识和潜意识的无限智慧 都会给出一个直接回应 六 你脑海中的精神图画 都会成为潜意识加以实现的想法 也是尚未发生事物的预言 七 进行形象化的冥想 其效力抵得上大段的内心独白 你的潜意识将会力图实现 由信仰支持的精神图画 八 在祈祷中要尽量避免运用意志力 或者精神压迫 九 记住 一颗感恩的心总是对宇宙中的所有事物敞开大门 十 所谓确定 就是对事实或者观念进行陈述 只要在祈祷中坚持这种陈述 无论各种反面的证据多么有力 你的祈祷都能够得到现实的回应 十一 通过思考自然之母的爱和光芒 你能够释放一种和谐 健康及和平的精神波 十二 你坚信是对的东西 总有一天会到来 因此 坚持你对和谐 健康 和平和富裕的信念吧 第七章 持续一生的潜意识功能 怎么找到宝藏 其实藏宝图就在我们内心 向心灵寻找答案吧 超过90%的心理活动 属于潜意识思维 如果你不能有效利用 这股神奇的力量 那你只能终身生活在一个 很有限的范围内 潜意识的活动会持续一生 并且随时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你的潜意识建造了身体的结构 并且维持身体持续有效 充满活力的运转 潜意识每天工作24小时 从不间断 它总是能够给你提供帮助 并保护你远离危害 你的潜意识同无限生命和无限智慧 它们的刺激和想法也都是持续一生的过程 对一个伟大高贵的人而言 那些必不可少的志向 灵感和远见着实都是从潜意识中迸发出来的 你最深刻的信念是那些你不能与之辩论的信仰 因为那些并不是你的意识 它们来源于你的潜意识 你的潜意识通过直觉 冲动 灵感 暗示 愿望和想法同你交流 并进一步表现出来 它总是告诉你去提高 超越 成长 前进 去冒险 去朝着更高的高度努力 对于爱的渴望 拯救生命的强烈愿望 都来源于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处 例如 在1906年4月18日 发生在旧金山的大地震和火灾中 许多已在床上瘫痪数年的病人和残疾人 都成功地逃脱了灾难 他们从床上起身下来 不可思议地获得了成功 是强烈的愿望 促使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 而他们的潜意识也回应了这一举动 伟大的艺术家 音乐家 诗人 演说家 作家 都善于调整自己的潜意识 善于激励自己 以变得更加有生气 更加成功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习惯在睡觉之前 给自己的潜意识充电 他会用完成任务的故事来激励自己 当他银行存款很少的时候 他习惯于给自己的潜意识以心理暗示 让自己变得更加兴奋 更加具有市场敏锐度 史蒂文森说 他的深层潜意识智能会像连续剧那样 给他讲故事 这就说明 你的潜意识会通过你去吐露一些崇高而智慧的语言 而这些是你的意识并不知道的 马克·图文在许多场合都这样表示 他的工作从来不存在于现实世界 他所有的幽默 所有伟大的创作都来源于他的精神能力 就是激发他毫不疲惫的工作的潜意识 身体如何控制思维工作 你的意识和潜意识的相互作用 要求神经系统在相应器官之间也进行类似的相互作用 脑积随或者自主神经系统是引导意识起作用的器官 而非自主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 则是潜意识起作用的器官 自主神经系统在脑皮层有自己的控制中心 并通过特定渠道发挥作用 你通过这个渠道接受意识感觉 并通过你的身体感觉和运动意愿控制你的身体活动 非自主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 在大脑的其他部位有自己的活动中心 其中包括小脑、脑干和大脑中繁多的神经核团 这些器官和身体主要系统有自己的联系 用于支持它们的关键功能 甚至是意识没有注意到的功能 两个系统可以独立工作 也可以协同工作 例如 当一个危险的感觉到达小脑的交换中心时 信息被发送到意识皮层和潜意识神经核团 个人的防御能力就开始针对危险进行回应 有时甚至在危险还没有被明确的意识到时就开始回应了 简单说来 思维和身体的相互作用就是 意识理会到了自主神经系统中 以电流形式存在的神经冲动的含义 与此同时 你的非自主神经系统会相应产生一系列类似的神经冲动 如此这般 自主神经系统中的想法便被传送到你的潜意识中 潜意识是一个具有无穷创造力的神奇媒介 经过它的中转 你的想法就变成了现实 每个有你的意识考虑过 且被当作事实接受的想法 都是由大脑皮层传达到大脑的其他神经核团的 大脑支持你的潜意识工作 并在身体内做出反应 然后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实际效果 潜意识智能可以照料身体 当你研究细胞系统和器官结构 像眼睛、耳朵、心脏、肝脏、膀胱等器官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们由一组允许它们共同工作的智能细胞构成 它们能够依次轮流工作 在思想意识的暗示下 推断并执行本器官应该执行的功能 仔细研究单细胞生物之后 你会了解 你复杂的身体中的各个组织是如何工作的 虽然单细胞生物没有器官 但是在它体内仍然存在意识活动及其相互作用 这种活动提供了行动、营养、吸收和消化的基本功能 许多人认为 潜意识智能能够独自照顾好身体 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 不过这种判断也并不完全正确 问题在于 意识总是在接受外界的表象 并干涉潜意识的进程 而潜意识却并不懂得意识判断的结果是否正确 这就导致我们的潜意识可能在错误的信仰 恐惧中摇摆不定 而一旦恐惧 错误的信仰通过心理影响在你的潜意识中生存发展 对于潜意识来说 除了重新给它提供一个有详细说明 可供执行的蓝图之外 就再没有其他方法能使它对健康的观念重新开放了 所以 潜意识的工作离不开意识的辅助 潜意识为共同利益而持续工作 你体内的主观自我 也就是潜意识 会为了你的利益持续工作 这反映了隐藏在所有事物后面的内在和谐原则 你的潜意识有它自己的意志 它确实存在于潜意识自己的领域中 它日日夜夜工作 无论你运用它还是不运用它 它是你身体的建造者 但是你并不能看见、听见或者感觉到它的工作 它所有的工作都在悄无声息地运行着 你的潜意识有自己固定的生命 它总是朝着和谐、健康与和平运行 潜意识中还有一个神圣的行为模式 它无时无刻不再寻找着如何透过你来表达它的想法 各个时代的伟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秘密 那就是他们都有能力获取和释放潜意识的力量 你也同样能够获得潜意识的力量 做一个头脑工程师吧 使用经过反复检验的可靠技巧 为你自己建筑更伟大、更辉煌的人生 人类如何干涉内在和谐系统 为了更正确有效的思考 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真理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了解真理的过程 就是同无限智能及潜意识力量取得和谐一致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通常持续一生 任何一个不和谐的行为或者想法 无论是因为无知或是有意为之 都会给你带来争论和困扰 都会限制你的自由 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每十一个月就能获得一个全新的身体 所以从生理学角度说 每个人都只有十一个月大 如果你不断地去重复那些恐惧、愤怒、嫉妒和病态的想法 那么你就在身体中播种了缺点、过失或者瑕疵 你只能怨自己 怪不了其他任何人 你自己就是你自身观念、信仰的大集合 你完全可以避免负面的想法和意想 摆脱黑暗的方法就是获得光明 战胜寒冷的方法就是增加热量 克服负面想法的方法就是用正确积极的思考去取代错误的思想 坚信正确积极的事物吧 所有坏的事物都会消失无踪 为什么维持健康、有活力、强壮是正常的 世界上大多数儿童在出生时都是非常健康的 他们身体中的器官都能完美运作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持的健康、有活力、强壮的状态 自我保护是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本能 大多数时候它都潜伏于体内 有时也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它能够在身体内产生固有持续的作用 生命原则永远都在寻求保护 很多时候都会不自觉地体现出来 你的所有意识、想法和信念 必须同更大的潜力一起才能发生作用 因此,你要让它们同你的内在生命原则保持和谐一致 它们遵循如下标准 正常的条件下 它能够很容易地取得确定的主导地位 而异常的条件状况下 则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阻碍 生病对于身体而言属异常现象 简单来说 生病就是你正在消极地思考自己 并且正在同生命的急流对抗 生命法则就是成长的法则 当成长出现的时候 那里就有了生命 当生命出现的时候 那里必有和谐 当和谐出现的时候 完美健康也就随之而来了 如果你的想法能够同你潜意识的创造性原则和谐统一 你就能和内在的和谐原则取得完美的一致 如果你抱持着那些与和谐原则不一致的观点和想法 那么你就会被这些消极的想法缠住 它们将不断地骚扰你 让你忧虑 最终使你生病 如果它们足够强大的话 也许还会导致你的死亡 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 你必须增加真理的流入量 有意识地将整个系统中的潜意识力量分配好 消除了恐惧 焦虑 担忧 嫉妒 憎恨 以及其他种种消极想法之后 你就会获得痊愈 不然的话 这些负面想法会撕碎你 破坏你的神经和线体 这些身体组织的作用在于消除体内的所有废料 从而保持器官组织的沉浸状态 治愈不得是病 不得是病 也就是脊椎集合病 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恐怖的儿童常患疑难病症 在印第安那州的首府 印第安那波利斯市 有一位名叫费德瑞克 伊利斯·安德鲁的儿童就得了这种病 疾病使他全身瘫痪 不能自理 只能依赖双手和膝盖爬行 他的医生认为他没有痊愈的可能 安德鲁却不相信这一诊断 他开始祈祷 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祈祷词 每天都重复很多遍 并在精神上消化吸收他所需要的内容 我是一个健全 完美 强壮 有力量 有爱心 和谐统一 幸福的人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他都做这样的祈祷 在早晨醒来之后 也是如此 他同样也为其他人祈祷 通过祈祷 他发出了爱和健康的讯息 他一直坚持着这一思想态度和祈祷方法 最终 他的信念和坚持得到了巨大的回答 当恐惧 愤怒 嫉妒 怨恨的想法引起他的注意时 他就立刻开始重复祈祷的内容 从而同这些消极的想法展开斗争 他的潜意识 回应了他关于健康自然的想法 最终 他获得了健康 变成了一个强壮 正直 身体健全的人 这也是圣经中这一句话所蕴含的道理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信念通过潜意识使人痊愈 有一次 一个患严重眼疾的年轻人来听我关于潜意识治疗作用的讲座 他的眼科医生告诉过他 他的眼疾只有通过一个极其精细 然而危险的手术才能治好 在了解了祈祷的科学基础之后 这位年轻人对自己说 我的潜意识 能够治愈疾病 他能够治好我 从那之后 每晚入睡之前 他都会让自己进入一种昏睡的 冥想的状态 这是一种类似睡眠的状态 他的注意力 静止不动 关注在眼科医生的身上 他想象着眼科医生就在他面前 他似乎能够听见 也许仅仅是想象中听见了 医生对他说 奇迹发生了 几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他都要一遍遍地重复想象 医生对他说这句话的情景 三周以后 他又约了眼科医师进行眼部检查 医生仔细地反复检查了他的病症 然后宣布 奇迹发生了 奇迹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事实是 这个年轻人把眼科医生作为一个工具 或者说是作为传递和确信想法的手段 从而在自己的前一时中刻上烙印 通过反复重复自己的话 确定自己的信念 建立对于重新获得健康的期望 他成功地将这些想法传达给了潜意识 潜意识在他的身体内构建出正常眼睛的蓝图 完美健康的结构 所以是他的潜意识治愈了他的疾病 这是另外一个潜意识通过信念 使患者恢复健康身心的视力 要点回顾 一 你的潜意识是你身体的建造者 他每天工作24小时 从不间断 你的负面想法会干涉到他赋予生命的方式 二 给你的潜意识充电吧 睡前去冥想任何可能的问题 这之后 潜意识就会回答你的问题 三 照顾好你的想法 每个你认定是真实的想法 都会通过意识表皮 传送到潜意识脑结构 从而作为事实 进入你的现实生活 四 你要知道 你能够给潜意识一个新的蓝图 继而彻底地改变自己 五 潜意识的活动会维持一生 你要做的就是形成良好的使用意识 用完全正确的事实去填充你的潜意识 因为 你的潜意识总是根据你的思维习惯 去生成各种各样的想法 六 每十一个月 你都会获得全新的身体细胞 你能够通过改变你的想法 持续改变你的身体 七 对于身体来说 保持健康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生病是身体的功能出了问题 在身体内 总有一个内部和谐原则 来保证身体各项指数的平衡 八 极度 恐惧 焦虑和担心的想法 可能会将你的神经和细胞撕成碎片 破坏你的各种身体机能 造成你精神和肉体上的各种疾病 如果你的思想是明智的 你的决定肯定会是明智的 许多人的祈祷是没有结果的 因为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潜意识的工作机制 当你了解你的内心是怎样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更有信心 你必须记住 一旦你的潜意识 一旦你的潜意识接受了某个想法 它就会立即将该想法付诸行动 它会动用你内心深处的所有力量来达成目标 不管这个想法是好还是坏 因此 如果你消极地对待潜意识 那它就只会让你深陷麻烦之中 而如果你能积极地对待它 它就会引导你走向自由与安宁 如果你的思维积极健康又极富创造性 你就可以克服困难 去体验你梦寐以求的成功 你的潜意识为达成目标会全力以赴 坚定不移地将心中的所思所想传达给潜意识 好的结果就会在前方等着你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你强迫你的潜意识来做某些事情 你肯定没法成功 结果将会远远偏离你的期待 你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下面这些消极思想 事情越来越糟糕 我不可能有结果的 我觉得无路可走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太迷茫了 当你有以上的想法时 潜意识将不会做出反应 就像驻守原地的士兵在静待时机一样 换句话说 你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将会毫无进展 就像你乘坐出租车一样 你给了司机六个不同的方向 这时司机就会很迷惑 他可能不拉你而让你下去 即使他试图按照你的吩咐做 他也没法带你去你的目的地 潜意识的运用与此相似 你必须清楚你该干什么 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只有潜意识中的无穷智慧才知道答案 当你在潜意识中得到明确的结论时 你也就下定决心了 而一旦下了决心 所有的目标都很容易达到 在一个寒冷的冬季 有位房主火炉坏了 于是他呼叫修理工 修理工立马到了 并且在半小时之内就修好了火炉 修理工向房主所加200美元 什么? 愤怒的房主大声嚷嚷道 我并没浪费你一点时间啊 你所做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很小的零部件 这玩意不到五美元 你怎么胆敢向我要二百美元? 修理工耸了一下肩说道 坏掉的零件我只向你索要二美元 这是我必须要付的钱 房主在修理工的脸旁挥了挥票据 二美元 这里可说的是二百美元 这就对了 修理工说道 另外的一百九十八美元是我发现问题所在 并弄清楚怎么修理它的费用 你的潜意识也是一位出色的修理工 它是全能的 知道怎样才能治愈你身上的每一个器官 也能帮你解决事物纠纷 祈求健康吧 你的潜意识就会让你健健康康 当然放松是关键 不用焦急 不要去关心那些琐碎的细节 只要知道结果就行了 像健康 像健康 金钱 就业这些方面的问题 只要能好好感受下满意的结果就行了 你过去是怎么摆脱顽疾恢复健康的 那就记住那种感受吧 切记 你的感受是你整个潜意识活动的试金石 对于新的想法 要怀着当下正处于成功之中的心情去感受 不是过去了 也不是将要发生 而是正好就在当下发生着 使用想象力 而不是意志力 发挥潜意识的作用 不要特地让意志力去干扰它 要想象这事情的结果 感受那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你会发现 你的智慧总是把方法强加给潜意识 而这反而阻碍了你 要保持一种单纯的 孩子式的 异想天开的信念 想象自己没有任何麻烦产生 感受绝对自由的快乐 排除一切杂念 请记住 所有的一切 越简单越好 有一种让潜意识产生回应的巧妙方法 就是进行反复的观想 观想是想象的一种 不过这种想象不同于其他想象 它要具有明确清晰的细节 要让人觉得仿佛就像真的一样 要让想象细节清晰到这样的程度 必须通过反复的练习才能达到 而一旦你能够真切地想象和感受你的目标 你便可以放心相信你的潜意识了 它是你身体的建造者 它控制着所有的身体机能 会引领你实现心中的目标 反复观想所带来的奇迹 反复的观想是让潜意识发挥效力的好方法之一 就如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潜意识是你身体的设计师 他控制着你身体机能的各个关键进程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所谓信 就是将某种观念当作事实加以接受 并让这种观念中的事实 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这样的观念持续存在于你的思绪中时 你一定可以享受到祈祷得到回应的喜悦 想象力是最为强大的能力之一 你是你内心所想的外在反应 所以想象那些可爱和美好的场景吧 成功祈祷的三个步骤 成功的祈祷需要三个步骤 一 坦然面对现实问题 二 将问题交代给潜意识 潜意识会高效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 带着问题已经解决的坚定信念进入梦乡 怀疑和犹豫都会削弱你的祈祷效力 千万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进行祈祷 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恢复健康啊 或者 但愿我的祈祷能够有效吧 你怀疑的语气为你的祈祷设下了负面的基调 那么 你又怎能指望潜意识在这种负面基调下去实现美好的愿望呢 和谐和健康的生活都有你自己的内心掌握着 当你的内心变成了治愈力发挥作用的载体时 你的祈祷就会有效 为何有时越祈祷越糟糕 艾米尔·库埃是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他在美国也广受欢迎 演讲常常爆满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人们称之为反转定律 当你的想象和愿望相互冲突时 你的想象力总是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假设屋子中央的地板上有一块厚木板 你肯定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木板上走来走去 但是 如果这块木板的两端搭在两堵墙上 悬在十米的高空 你还能轻而易举地走过去吗 仔细想象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 还能吗 绝大多数人都会告诉我不能 你想要走过去的愿望 和你跌下木板的想象相互冲突 你想象着不慎彩空 失足跌落到地上的情景 即便你希望自己能够走过去 可是你的想象却阻止了你正常发挥能力 你越是试图压抑想象 跌落木板的想象反而越得到强化 诸如 我将运用我的意志力战胜失败这类想法 只会强化你的失败 这类型的精神活动常常导致自我否定 带来你最不想要的结局 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于意志力的运用上 那么被强化的只是你的无力感 就好比你下定决心 迫使自己不去想象一只绿色的河马 可你的决心恰恰让绿色河马的形象 占据了你的思想 如果你的愿望和想象拥有相反的观念 潜意识只会接受较强的那一个 也许你会时常产生如下的想法 我想要恢复健康 可是为什么我办不到呢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我得不到我想要的 我必须强迫自己加倍努力 我必须运用意志的力量 全力以赴 或许你已经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你太过努力了 永远不要运用意志力去强迫潜意识 接受某种观念 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失败 这样的事情我见得非常多 人们夜夜祈祷可是却是与愿违 原因就在于他们太努力了 你自己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是 你必须得好好反省一下 可能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学习和复习考试资料 你觉得你已经弄懂了其中的原理 可是当你面对一张空白的试卷时 却常常发现大脑一片空白 所学的知识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试着回忆 却一无所获 你咬紧牙关绷解了全身的肌肉 试图运用意志的力量找到回忆的线索 可是你越是努力 那些知识要点就越是咬无踪迹 带着满身的疲惫和挫折感 你离开了考场 精神压力也随之减轻 刹那间 所有问题的答案一股脑都涌上心头 你发现自己其实知道所有的答案 可是在考场上的关键时刻 你确实没能够答出来 你的错误就在于太过用力回忆 根据反转原理 你越是用力 越是不可能成功 越可能事与愿违的失败 必须解决愿望和想象的冲突 运用意志力解决问题时 人们习惯于预先假定存在着 和愿望相违背的情形 而往往正是对这些情形的想象 带来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实现目标的障碍上 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不可能 集中在实现目标的方法上面 圣经上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在这段话中 你们中间有两个人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你的意识和潜意识 在某些观念上达成的和谐共识 如果你内心的各个部分 对于某个问题毫无分歧 你的祈祷就会实现 当然 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也可以代表内心的想象和愿望 观念和愿望 想法和情感等既各自独立 又相互联系的部分 通过以下方法 你可以避免愿望和想象之间的冲突 首先 让自己进入一种 朦胧欲睡的状态 这样便能让意识的力量 降到最低 意识的影响力也大大减弱了 塑造你的潜意识的最佳时机 就在这一刻 也就是你快要入睡的时候 在这种状态下 负面想象对潜意识的影响力 也不复存在 这时 你开始想象成功的喜悦场景 潜意识就接受这些想象 并开始将其变为现实 许多人通过反复想象来解决难题 他们知道 想象感受什么 那么所想所感的事物 就必然会到来 有一个叫沙拉的年轻女人 她来找我的时候 已接近绝望状态 她被卷入一个复杂的案子中 而法院不断地宣布判决延期 整个案件似乎没有尽头 她最深切的愿望 就是早日了结此案 然而 她的想象中却满是失败 损失 破产和贫穷这类东西 她的想象掩盖了她的愿望 案件处于无限拖延之中 根据我的建议 沙拉每天晚上都让自己 进入一种昏睡状态 然后开始想象案子的最好结果 她知道 现在自己的想象是同内心的愿望一致的 随着意识逐渐模糊 她开始生动地设想一次可能的会议 案件结束后 她同她的律师坐在一起 她听见自己问律师有关结果的问题 并且听到了她的解释 她听见她反复地告诉自己 这个案件已经情外和解了 真是完美 那天 当恐惧又一次袭来时 沙拉就开始想象她同律师的会议 仔细地想象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 她仿佛看到律师微笑着 动作优雅 用词精准 她虔诚地想象着这一场景 当恐惧袭来的时候 她甚至能够分辨出那是恐惧的想法 几周过去了 她的律师给她打了电话 她反复想象和感觉到的事 终于在律师口中得到证实 案子像她想象的一样完美解决了 确信就是一种完全相信的精神状态 记住 无论反面证据显得多么有力 你都要在思维中坚持你所确信的目标 如果这样祈祷 你的难题定能解决 要点回顾 一 精神上的强迫或者不合时宜的努力 会生出焦虑和恐惧 那会阻碍你得到正确答案 祈祷要简单轻松 二 如果在精神放松的时候接受了某一想法 潜意识就会相应地执行这个想法 三 独立地思考和计划 要牢记 每一个问题总有其解决之道 四 不要过分担心你的身体健康 充分地依靠潜意识 反复地强调健康的观念 正确的行为正在发生 五 健康的感觉会产生健康 富有的感觉会产生富有 你的感觉呢? 六 想象是你最有力的同伴 多想着可爱善良的人 你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人 七 在睡眠状态中 你需要避免意识同潜意识的冲突 在睡前反复想象你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在安静中睡去 在愉悦中醒来 第九章 如何运用潜意识致富 你可以通过运用万无一失的潜意识力量 简单的致富 要是你想着每天挥洒汗水去积累财富 那恐怕你要到了坟墓里才能成为一个富人 如果你正经历着财务危机 如果你正在努力做到收支平衡 那就意味着你并没有告诉你的潜意识 你总会有足够多的财务去与人分享 你也一定知道 有一些人 他们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 但却收入不菲 不要认为拼了老命的像奴隶一样去做苦工 才能够积累财富 事实上 轻松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如果想感受工作带来的狂喜 你应当尝试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我认识一个来自洛杉矶的主管 他的收入达六位数 去年 他花了九个月时间乘船游览世界各地的名正风景 他说 他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的潜意识 他告诉自己 他本身就值这么一大笔钱 他告诉我 在公司里 有一些人知道的商业信息比他多 或许还能更好地经营公司 但是那些人的薪水却仅仅是他的十分之一 他们缺少的是足够的野心和有创意的想法 他们对自己巨大的潜意识能力一无所知 思维就是财富 财富最终不过就是一个人在潜意识中确信某件事情 反复地告诉自己 我是个富翁 我是个富翁 并不会使你真正地成为一个富翁 只有在你的意识中植入富裕的想法 你才能够真正在意识层面成为一个富翁 借助无形的支持手段 大多数人遇到困难是因为他们没有借助无形的支持方法 当商到败落 股票下跌 或者投资失败时 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十分无助 这种安全感的缺乏 来自于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发和运用潜意识的力量 他们尚未习惯潜意识储存适中的无穷能量 一些人脑中已深深落上贫穷的印记 因此 他们的生活不时被贫穷侵袭 然而 另外一些人的头脑中却充满致富的观念 他们也因而获得了一切所需之物 我们生来就不应该过这贫穷的生活 你可以富有 也可以尽情同人分享财富 你的话语充满力量 能够洗清头脑中的错误观念 并且逐步获得正确的观念 没有足够的地方扩展了 没有足够的东西啊 因为我付不起分期付款 所以我就不能获得这个房子了等等 当你这么对自己说的时候 你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这就等于你正在反复强调负面条件 因此 潜意识也就接受了你的负面想法 而随着你的祈祷 它们最终会变成你生活中的种种障碍 建立财富意识的理想方法 读了这一章 你也许会默念 我需要财富和成功 这就是你需要做的事情 每天花五分钟重复三到四遍 反复对自己说 财富 成功 不要小看这两个词 它们代表着潜意识的内在力量 把你的意识同你体内的无穷力量 牢牢地绑在一起 然后 童话语的本质相配合的环境就会出现 你不能仅仅只说 我是一个妇人 在这样说的同时 你还要一直想着发挥内心的真正力量 当你说财富的时候 你的脑海中不能有任何冲突和不快 然后 随着你那些关于财富的想法 财富的感觉也会在你内心深处渐渐升起 财富的感觉会产生财富 你需要一直保持这种想法 潜意识就像银行 无论你在其中存入或者印上什么内容 无论你祈求贫或负 它都会放大你的想法 祈求财富吧 祈求财富失败的原因 这么多年以来 我也遇到过许多人 他们常抱怨说 我说了几周 甚至几个月了 我富有 我发达 但是啥也没有发生啊 我发现 当他们对自己说 我富有 我发达的时候 其实 他们的内心却感觉到自己正在说谎话 一个人告诉我 我一直确认我富于发达 直到我都退休了 情况不但没有转好 反而变得更糟 其实在我这么说的时候 我就知道它不是真的 它的祈祷被自己的意识拒绝了 它表面上确认的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并最终影响了它的生活 你的祈祷必须足够具体 并且不合思维产生冲突 这样 祈祷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上面提到 那个男人的陈述使事情变得糟糕 就是因为他的祈祷暗示了他的不足 只有你真正的感觉到一件事情是真的 那么 潜意识才能够接受它 而不是说 你仅仅重复一些词或者句子 潜意识就接受了 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总是会被潜意识接受的 如何避免思维冲突 对于那些在统一思想方面有困难的人来说 下面的方法可有效避免冲突 比如 你可以在睡觉之前 频繁地练习下面的祈祷 我的生意每天都蒸蒸日上 这个论断就不会引起任何争论 因为他和你潜意识中缺少资金的印象并不矛盾 我曾遇到一位商人 他的生意一度陷入停顿 他为此忧心不已 我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坐下 安静地重复下面这段话 我的销售额每天都在增长 这个陈述增强了意识同潜意识的合作 他期望的结果终于发生了 财富最终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在潜意识中确信某件事情 在你的意识中植入富裕的想法吧 财富其实来源于你头脑中的想法 你的想法说不定价值百万 而潜意识会带给你寻找已久的那些想法 也许正是你的意识阻碍了你获得财富 只要同潜意识建立了良好的精神关系 你就能够一扫那些阻碍你获得财富的负面情绪 潜意识合成财富 对于那些感觉到财富的人 财富便会源源而来 对那些感到贫苦的人 贫苦就会如影随形 你在潜意识中储存什么 它就会将其复制和扩大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在意识中存储繁荣成功 赋予和平这些想法吧 不断地重复这些想法 尽可能一直想着这些 这些有建设性的想法 就会自动地存储到你的潜意识中 并最终带来富足和繁荣 为什么啥都没发生 我好像能够听到你在抱怨 哦 我确实这样做了 可是啥也没发生 你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完全是因为 也许就在祈祷十分钟之后 你就开始不停地想各种负面的东西 而这些当然中和了 你已经确认过的正确想法 你要知道 当你在土地上播种了一颗种子 你不能马上就用铁锹把它挖出来 你需要让它在土壤里生根发芽 举个例子 你设想一下 如果你正要说 我会交不上分期付款了 那么 在你说 我会的时候 就不要说下去了 把这句话改成富有建设性的句子吧 比如 我将获得全方位的富足 财富的真正来源 潜意识从不缺少想法 每天 都有无数的想法 时刻准备好要进入你的意识层面 就像你口袋里数不过来的现金一样 无论股票市场是涨是跌 无论欧元美元升值还是贬值 这个思维过程都一定会在你脑海中发生 你的财富从来不取决于债券 股票 或者银行存款 它们仅仅是象征而已 当然是必须的 也是有用的 但是 也仅仅是象征而已 这里 我想要强调的是 如果你确实能说服你的潜意识 去相信那些财富属于你 那么 你总会拥有那些财富的 无论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 收支平衡 以及导致贫穷的真正原因 许多人抱怨说 他们总在努力地维持着收支平衡 他们似乎更需要同自己的责任斗争 你是否听过这类话 许多情况下 这类对话沿着这样的发展方向 他们不停地指责那些已经在生活中获得了成功的人 也许他们会说 哦 那个家伙从事非法勾当 他一无是处 他是个罪人 这就是他们生活贫穷的真正原因 他们不停地指责那些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 他们之所以批评那些成功的人 是因为他们嫉妒 赶走财富的最快方法 就是不停地指责和批评其他比你富裕的人 阻碍财富的绊脚石 生活中 许多人都有着某种导致财富缺乏的情感 但是有些人却采用了最消极的方式 那就是嫉妒 比如说 在银行里 你看见竞争者存了一大笔钱 而你只有少的可怜的一点存款 你会嫉妒他吗 克服嫉妒的方法就是对自己说 这种情况不是太好了吗 那个人那么有钱 连我也跟着高兴 我希望他越来越富有 以嫉妒他人来获得愉悦 这种情况对你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因为你正把自己放在一个负面环境中 因此 财富从你身边溜走了 而不是流向你的身边 如果你曾因为他人的富有而心烦 那么 马上告诉你自己 你衷心地希望他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 这会中和你思想中的负面意识 而且通过潜意识法则 财富将会进入你的生活 清除阻碍财富的思想 如果你正在为某人用欺骗手段赚钱而感到担忧 那么 停止为他担忧 因为 如果你的怀疑是正确的 那么你必然知道这样的人错误地使用了潜意识 潜意识法则迟早会在他身上起作用 要记住 不要去批评他 原因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记住 财富的绊脚石就在你的头脑中 你能够自己破除这个思维障碍 你要做的是在他人的繁荣富足中获得喜悦 睡眠和财富 夜晚入睡前 可以尝试练习以下技巧 带着感情 安静地 轻松地重复财富这个词 反复地重复 就像唱着歌谣一样 不断重复财富这个词 直到自己安静地睡去 你会发现结果十分惊人 财富会像雪崩一样滚滚而来 这也是潜意识神奇力量的另一生动势力 不要把赚钱当成唯一的目标 为每一个人祈祷财富 幸福 和平 真诚 爱 个性发展和善意吧 然后你的潜意识就会在你需要的各个领域 帮助你达成寿愿 要点回顾 1.你可以通过运用万无一失的潜意识力量简单的致富 2.要是你想通过每天挥洒汗水去积累财富 那恐怕你要到了坟墓里才能成为一个妇人 你不需要拼了老命像奴隶一样的去做苦工 3.财富最终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在潜意识中确信某件事情 在你的意识中植入富裕的想法吧 4.大多数人遇到困难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无形的支持方法 5.每天睡前花五分钟 安静地慢慢地重复财富这个词 潜意识就会为你带来相应的财富 6.财富的感觉会产生财富 因此不断地保持这种想法吧 7.意识和潜意识必须保持一致 你的潜意识接受你感觉是对的事物 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总是会被潜意识接受 而在你脑海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应该是财富 而不是贫穷 8.通过反复地确认 我的生意每天都蒸蒸日上 你能够克服任何有关财富的思维冲突 9.通过反复地念诵 我的销售额每天都在增长 我正在进步 我每天都变得比以前更富有 你就能增加你的销售额 10.停止重复消极的想法吧 像没有足够的地方扩展了 没有足够的东西啊等等 这种论断最终会导致你的经济损失 11.在你的潜意识中储存繁荣兴旺 富足成功这类想法吧 你终会得偿所愿 12.你有意识地确认什么 那么你就一定不能立马有意识地否认你的想法 否认会综合你已经确认的那些好的想法 13.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你头脑中的那些想法 你的想法说不定价值百万 而潜意识会实现你的夙愿 14.极度是财富的巨大阻碍 你需要在其他人的繁荣富足中获得喜悦 15.也许正是你的意识阻碍了你获得财富 通过同潜意识建立良好的精神关系 15.你就能够将那些阻碍你获得财富的负面情绪一扫尔空 第十章 富足的权利 你的意识和潜意识都接受你的信仰 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一个主题 而潜意识通常会接受这个主题 我们要让富裕和财产成为自己的思想主题 过上富裕的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你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过上富足的生活 活得快乐又自在 所以你应该拥有足以让你过上富足快乐生活的金钱 既然你可以利用潜意识支付 那为什么还要满足于够用就行了呢? 你可以学着和朋友分享金钱 这不仅不会使你贫穷 反而会使你日益富有 你之所以享有钱 就是因为你觉得有了钱 可以过一种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这是一种天性 相当美好的天性 金钱是一种象征符号 金钱是一种符号 这种符号可用于商品交换 作为一种象征 几个世纪以来金钱的媒介各有不同 历史上 几乎任何你想象得出的东西都曾作为金钱被使用 金和银是当然的 还有盐 珠子 和各种各样的小饰品 较早的时代 人们的财富经常是由他们所拥有的牛羊数目来决定 现在 我们使用货币和流通票据 原因很明显 签一张支票比随身带几头羊要方便得多 对我们而言 金钱不仅仅意味着摆脱贫穷 它更是美丽 精致 富足 和奢华的象征 同时还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象征 当血液在体内自由循环时 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当金钱在你生活中自由循环时 你的经济是健康的 当人们开始筑藏金钱 把它收进习惯里并忍受恐惧的时候 他们的经济开始不健康起来 你为什么没有更多钱 有一次 一个人跟我说 我破产了 但是没关系 我不喜欢金钱 它是万恶之源 这种话表现了一种神经质的错乱 其实这位先生的破产 并不是金钱的罪恶品质导致的 当你阅读本章节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 我应该拥有比我现在更多的收入 在我看来 对大多数人来说 确实如此 他们确实应该拥有更多 但是他们不可能获得它 这些人没有更多钱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他们一直在或无声或公开地谴责它 他们把金钱称作肮脏的钱财 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和朋友 对金钱的喜爱是所有罪恶的根源 另一个原因在于 他们隐隐觉得 贫穷是高贵的 而富有是低级肮脏的 这种心理认识可能源于早期的儿童教育 不要再批判金钱 不要再对金钱存有偏见 不要再把它看作是万恶之源 如果你这样认为 它就会展开翅膀飞走 记住 你会失去你所谴责的东西 你无法吸引你所批判的东西 对金钱持正确的态度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技巧 你可以用来增加财富 每天重复几次 我喜欢钱 我也爱钱 我将明确地 富有建设性地使用它 在日常生活中 我拥有可以随意支配的金钱 这股资金流来去自如 而且不断增长 钱是非常美好的事物 它像雪崩一样滚滚而来 但是 我只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世上 我对我内心的美好和富有感激不已 思想家们怎样看待金钱 假设你发现了大量的金矿 银矿 铅矿 铜矿 或铁矿什么的 你会说这些东西是邪恶的吗 当然不会 所有的罪恶都来源于人类的误解 来自无知 来自对生活的误读 来自对潜意识的误用 既然金钱只是一种简单的符号 我们同样可以轻易用铅或锡 或其他金属作为交换的媒介 在20世纪早期 美国10美分和25美分的硬币 是用银来制作的 那时 它们确实包含价值10美分或25美分的银 后来政府开始用更便宜的金属制作硬币 但是25美分的硬币仍然指25美分 即使用于制作它们的金属价值远远低于25美分 物理学家将会告诉你 一种金属与另一种金属之间仅有的不同在于 它们的原子里所含基本粒子的种类和数量 如果你用一束粒子撞击一堵金属墙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另外一种粒子 古代的炼金术士们将普通金属变为金子的梦想 现在已经能用科技实现了 但是这又如何 金子并不比铅更贞洁 或者更邪恶 它们是有着不同属性的不同物质 仅此而已 和铅相比 人们喜欢或憎恨金子 仅仅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 金子被认为特别的珍贵 金钱和平衡的生活 如果你爱的只有钱 那你的生活就被扭曲了 有人爱权 有人贪钱 如果你一心想着 钱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这样你也许也能搞到钱 但你却忘了 你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生活 你需要内心宁静 你需要爱 音乐 健康 你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活着 如果你把挣钱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 你就选择错了 一开始你就跪倒在金钱脚底下 当你有了钱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你想要的一切 你还想施展你的才华 实现自我 以及享受助人为乐的喜悦等等 而一旦学会潜意识的规律 你若想有钱 就会有钱 并且你还能保持内心的平和安宁 你的才华才能得以自由发挥 通过经常重复 日日夜夜 我都在我所有的兴趣上成功 你可以克服任何矛盾的财富观 羡慕和嫉妒是财富流动的绊脚石 应当为他人的成功感到高兴 不要再使用肮脏的财富这个词 也不要再说我鄙视金钱 你会失去你批判的东西 对金钱本身来说 并不存在什么善与恶 只是两种角度的看法使他如此 怎样吸引所需的金钱 很多年前 我在澳大利亚遇到一个年轻人 他告诉我他梦想成为内科医生 他正在学习科学方面的课程 而且成绩突出 但是他父母双亡 无力支付医学院的学费 为了自立 他给当地医院打扫卫生 我向他解释说 一粒种子若被埋在土里 就会把成长需要的所有东西 都吸引向自己 为的是在合适的时机 破图而出 他需要做的是向种子学习 把需要的思想 种到他的潜意识里 每天晚上 当这个年轻人想睡觉的时候 他就会想象出一个 用大号的出体字 写着他名字的医学文凭 他发现想象一张 清晰详细的医学文凭 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工作的部分内容 就是给挂在墙上的 用相框装起来的文凭 除尘并打蜡 而他清洁的时候 就顺便研究它们 四个月里 他每天晚上都坚持 使用这种想象的技巧 之后 在他打扫卫生的办公室 有一个医生问他 愿不愿意成为 内科医生助理 这个医生资助他 参加了一个训练项目 让他从中学到了 很多医学技能 然后又给了他 一个助理的工作 由于被这个年轻人的 勤奋所深深打动 医生最后决定 资助他上医学院 今天 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为 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的 杰出医生 受到了同行和病人的 广泛赞誉 这个年轻人的成功 是因为他学到了 吸引力法则 他发现了该怎样 正确使用潜意识 这涉及到一条 古老的定律 即 清晰地看到结果 你就会接近全力 达到结果 这个势力的结果 是成为内科医生 他能想象 看到 并感受到 成为医生的现实性 他靠意志生活 最终 通过他的形象化方法 一直渗透到了 他的潜意识之中 变成了坚定的信仰 最终 这信仰 把他实现 梦想所需的事物 都吸引向他 一旦你理解了 潜意识的力量 你就清楚了 通往财富的金光大道 无论是精神上的 智力上的 或财力上的 意识取之不尽 用之不接 完全不用考虑经济危机 股市波动 经济衰退 罢工 剧烈的通货膨胀 甚至战争的威胁 为什么有些人 无法涨工资 我们假设 你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你觉得自己的工资太低 你恨自己不能 获得老板赏识 你经常觉得 你应该拥有 更多钱和更多认可 如果你在思想上 和自己的雇主对立 那么 你也就在潜意识里 割断了和那个组织的联系 你假设了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某一天 你的上司告诉你 我们应该让你走 实际上 是你自己开除了你自己 你的上司 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行动 通过它 你的消极情绪得到了确认 这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规律的一个例子 作用力是你的思想 而反作用力 是你潜意识的回应 通向财富之路的障碍和阻碍 时不时的 你可能听到某些人说 赚大钱的人都是骗子 那些这样说 和这样想的人 通常都没有什么钱 可能他还在仇视和嫉妒 以前的朋友所获得的成功 如果是这样 这个人正给自己制造困难 对那些成功的朋友 持有消极看法 并批判他们的财富 这会导致失败和破产 你愿意和谴责你的某个人 待在一起吗 当然不会 财富也是如此 这个人将他祈祷得到的东西赶跑了 保护你的投资 如果你正在寻求投资指导 或者你正担心你的股票或债券 那么静静地说 无穷的智慧正管理 并照看着我所有的金融交易 不管我做什么都会兴旺 如果你经常这样做 满怀信心 你将发现你会被引导做出明智的投资 甚至你会受到保护而远离损失 因为在任何损失来临之前 你就会被提示 卖掉那些有风险的证券或股票 你不可能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得到回报 在大型超市 管理人员雇佣保安来防止被盗 每天 他们都会抓到一些想不劳而获的人 这些人都深深陷入了一种 严重局限的精神状态之中 为了偷到东西 他们渐渐失去了平和 安宁 信任 忠诚 团结 善良和自信等品质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的这些行为传递给自身潜意识的 是一连串精神上的迷失 没有了人格 没有了威望 没有了社会地位 也没有了内心的安宁 我不知道这些人的内心是怎么运作的 他们在自我给予方面缺乏信心 只要他们能够正确呼唤出潜意识的力量 他们就能获得工作 过上富足的生活 然后他们就可以通过忠诚 团结 坚忍不拔等意志品质 向自己和社会传递出可靠的信息 你持续稳定收入的源泉 正确认识自己的潜意识 认识自己的创新能力 是你通往自由安逸和物质充足的必经之路 接受一种自我精神上的富足生活吧 你在精神上对富足的接受和期望 会让你在生活中得到相应的回报 只要你进入了富足的心理状态 所有那些实现富足生活的条件就会逐步实现 记住下面这句话吧 让他们成为时刻激励你的座有名 我的潜意识中有着富足的观念 我理应变得富有 快乐和成功 我有无穷无尽可随心所欲支配的现金 我永远清醒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 我将毫无保留地展现我的天赋 我将得到应有的财富 这个世界真美好 要点回顾 一 毫无保留地向自己宣布 我理应过的富足 你的潜意识会尊重你所宣称的东西 二 你不应该仅仅期待富裕到可以出国的程度 你要拥有足够的钱 以达成自己的所有心愿 让你的潜意识对富足充满渴望吧 三 当你可以随意支配金钱时 你就算得上富足了 若将金钱视为潮水 那么退潮和涨潮都是稳定的 当潮水退去 你要清楚地意识到 他一段时间后还会回来 四 只要你懂得潜意识的运行规则 那么无论金钱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 你都会得到它 五 一些人总是缺钱的原因之一 是他们自己谴责金钱 你谴责的对象一定会离开你 六 不要崇拜金钱 它只是一个象征 请记住 真正的富有是精神上的 你只需要获得一种平衡的生活状态 你只需要获得能满足你所有需求的金钱 七 不要让金钱成为你唯一的目标 你需要开心 宁静等其他东西 你的潜意识会让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足够的兴趣 八 不要认为贫穷没有美德 如果你这样认为 那么你精神上是不健康的 你应该立即纠正这种想法 九 你不应该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你不应该穿着破烂的衣服 你也不应该挨饿 你应该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十 不要使用肮脏的不义之财 或我恨金钱等词汇 你将失去你所诅咒的东西 金钱本身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你大脑的想法会使它成为好的或坏的东西 十一 经常对自己说 我喜欢金钱 我将合理地明智地使用它 我将满怀开心地使用它们 然后我会得到加倍的回报 十二 金钱本身并不比铜、铅、锡、铁等金属罪恶 所有的罪恶只是源自于使用者滥用自我意识 十三 你意识里的东西会让潜意识反过来帮你修正和强化你的意识 十四 停止不劳而获的尝试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要想得到回报 你必须懂得付出 如果把意识集中到目标 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默默地支持你 获得财富的关键是让你的潜意识充满对财富的渴望 第十一章 潜意识是你成功的搭档 成功的最终目标是使生活幸福 在这个星球上 长时间的和平 安宁 以及幸福快乐可能都是一种成功 真正的生活 诸如和平 安宁 团结 以及幸福 都是不可触摸的 它来自于人性深处 对这些品质的追求 将会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构建一个天堂 那将是一个真正的天堂 通往成功的三个步骤 通往成功的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发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坚持做下去 除非你喜欢你自己的工作 你才会觉得自己成功 否则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觉得 你在这个工作上是个成功者 也没有用 只有喜欢你的工作 你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 如果你渴望成为精神病专家 那么仅仅取得职业资格是不够的 你会渴望长期关注这个行业 频繁参加交流会 不断学习和工作 不断造访其他诊所 不断翻阅最新的科学期刊 总之 你会希望自己永远处于这一行最前沿的水平 因为你将自己所有的兴趣都放在了治疗病人上 但很多人读到上面这一段文字时会自我发问 我不能够走出第一步 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呢 如果那是你现在的状态 那么向你的潜意识寻找答案吧 祈祷你的潜意识会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方式 在心里真诚地默默重复这个祈祷 只要你充满诚意和自信 并坚持下去 你的潜意识总有一天会告诉你答案 它可能给你一种感觉 一种预感 或是指出一个确定的行动方向 无论以哪种形式 只要你照做了 潜意识最后都会给你答案 通往成功的第二步 就是专注于你工作的相关领域 然后试着在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优秀 假如一个学生选择了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他就应该专注于化学领域的某一个方面 然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专业当中 他的热情会使得他想了解这个方向的所有知识 如果可能的话 他想比其他人了解的更多 这个人会变得对该领域充满激情 并乐意用这些知识解决现实问题 他会认为那是他生活中最好的选择 会让自己成为他的奴隶 这种心理状态明显区别于那些仅仅为了换日子的人的状态 换日子当然算不上成功 人的动机应该更高尚 更无私 应该想着为其他人服务 通往成功的第三步是最重要的一步 你必须意识到 找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不一定会使你成功 你的愿望一定不能够太过自私 你需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你需要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道路 换句话说 你的想法需要与社会服务相吻合 这样社会也会反过来回报你 如果你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工作 你就不能够完成循环的道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自己所造就的这个短落的线路 就会不断地引导你走向狭隘和封闭 成功的衡量标准 现在你或许会问 那个演出的人怎么样呢 那个靠股票内幕交易成功的亿万富翁怎么样呢 他是我见过的最成功的人了 但我并不认为他对社会有贡献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但我们需要弄清楚真相 在一定时间内 一部分人确实看起来很成功 但非法领拒的钱财是会飞走的 即使钱财没有离开 但当我们从其他人那里抢来钱财时 我们也正在从自己这里抢走东西 导致我们去抢夺钱财的缺失心理状态 会在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显现出来 我们创造着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我们也创造着自己的信仰 即使一部分人成功的非法敛财 他们也算不上成功 如果内心不平静 就算不上成功 如果这个人每天晚上都带着罪恶感 而不能好好入睡 这样的财富还有什么意思 我曾经在伦敦遇到过一个职业罪犯 他告诉了我一些他自己的经历 他曾经拥有过一大笔财富 这些财富可以保证他在伦敦和法国的别墅里 过着很奢华的生活 但仅仅拥有奢华并不够 他天天担心被捕 这种担心和内心深处的犯罪情节 使得他内分泌失调 他自知做过错事 这种罪恶感使他困扰不已 后来 我听说他已经向伦敦警方自首 并且背叛入狱 入狱后 他获得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解脱 出狱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从此金盆洗手 做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他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从此过得身心舒畅 一个成功的人热爱自己的职业 并且能充分展示自己 成功很显然比单纯拥有财富 更高一个层次 只有那些在心理上和精神上 都得到理解的人 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当今世界 许多人依靠正确地使用 他们的潜意识而获得了成功 他们锻炼出一种能力 可以把即将到来的项目 看作是已经完成了的项目 这种能力使得 他们的潜意识在无形中 驱使他们走向成功 如果你深入地构想一个项目 那么你强大的潜意识 就会以一种你不知道的方式 给你提供解决问题的必要方法 重新考虑一下成功的三个步骤 你不会忘记潜意识所具备的创造性力量 这就是隐藏在所有成功者背后的力量源泉 你的想法是有创造性的 带有感情的想法会变成主观的信念 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一种 可以实现所有愿望的能力时 你就会拥有信心和内心的宁静 不管你选择做哪一行 你都需要了解潜意识的运行规则 当你知道如何使用心灵的力量时 当你能够很好地展示自己 并且有效地利用自身天赋时 你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成功的道路 他是如何实现梦想的 在好莱坞 我遇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演员 他告诉我他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村庄里 他家很穷 小时候唯一的娱乐方式 就是一台只能接收两个频道的黑白电视 即使这样 他仍然幻想着能成为影星 而且这种梦想一天比一天强烈 他告诉我 每次我在农场上工作时 或者是赶牛回牲口棚时 我都想象有一天会看到我的名字 出现在大剧院的露天广告牌上 我看到了所有的细节 成群结队的影迷 大批的记者 多年来我都保持着这种想象 最后 我离开了家 来到洛杉矶 成了临时演员 没过多久 我就获得了第一个正式的角色 在演出的那个晚上 我开车到了剧院 我差点晕倒了 我的名字在灯光之下 大批观众和记者到场 一切都和我小时候想象的一样 与其他人相比 我更能够体会潜意识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他的药剂师梦变成了现实 几年前 我恰巧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药剂师 她的名字叫玛丽 那时 她正为一家大型药品连锁店工作 主要负责开厨房 一天 在她给我配药时 我询问了她对工作的热爱程度 她告诉我 一切都很好 我很满意工资和佣金 公司的分红制度也很不错 更幸运的是 我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退休 并过上很安逸的生活 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追问 那是你儿时的梦想吗 你小时候就决定要做药剂师吗 她的脸色忽然变得有点难看 回答道 我猜不是的 我一直都期望拥有自己的药店 我希望当我走在街上时 人们都争相呼喊我的名字 向我打招呼 我也希望我都认识他们 因为我是他们的药剂师 你或许会觉得这很奇怪 但我确实还幻想过 有父母半夜给我电话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小孩病了 我会穿上衣服 到我的药店给他们抓药 这样的生活远不像现在这样 躲在大药房柜台之后 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对吧 我回答道 是的 一点都不像你现在的生活 但你为什么不坚持你儿时的梦想呢 难道那样不会更快乐吗 鼓起勇气吧 走出现在的生活 去开你自己的药店 他摇着头告诉我 这怎么可能呢 那需要很多钱 而我现在的收入只够每月开支而已 我于是跟他分享了一点 只要他肯相信那是真的 他就可以实现这一切 我继续告诉他潜意识的重要性 他很快就意识到 只要他能够将详尽清晰的思路纳入自己的潜意识中 那么潜意识就一定可以带他走向成功 他开始想象拥有自己药店的情景 他想象药品和药瓶 想象邻居和朋友在外面排队抓药 他也想象自己的大恶账户 他在脑海里经营着自己的药店 像一个演员一样投入 不时走动 不时起身 感觉就像真的一样 演得像真的一样 那么就会变成真的 几年之后 玛丽写信告诉我那次谈话后发生的事 由于另外一家大型药店的竞争 他工作的药店被迫关闭了 然后他做了一个大型药品公司的代理 管理着几个州的药品代理销售 一天 他来到他管辖范围内最西边的一个小城镇 这里只有一家药店 而他从来没有到过这里 但当他第一次走进那家药店 他就认出了他 这个药店与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他告诉药店的主人这件骑士 而那个药店主也告诉他 他正准备退休 但又不想把这家经营了三代的药店卖给大公司 谈判后 这个药店老板愿意借钱给他 让他买下药店 而他可以用经营药店的利润来偿还这笔贷款 于是 玛丽把家搬到了这个小镇 并在附近买了房子 现在 他每天早上走路去药店时 所有的人都叫着他的名字 向他打招呼 他们都知道他 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药剂师 请记住 感恩的心永远会向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开启 每天成富 我的销售额每天都在增长 我也每天都在提高 每天都在变得更富有 这句话会使你的生意越来越好 别再每天都说些侏儒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了 存在很多短缺之类的话 这些话只能使你的损失更大 在商业中利用潜意识 几年前 我向一群商业精英 讲授过想象和潜意识的力量 我向他们讲述了 伟大的德国诗人戈德 是怎样巧妙地利用想象来克服困难的故事 据戈德的自传记录 他很善于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 在心灵里展开对话 他想象有一个好朋友坐在旁边 告诉他正确的方向 换句话说 当他思考一个问题时 他会想象他的朋友就在旁边 用他平时的手势和声调告诉他正确的答案 他尽量使得他的想象真实生动 其中一个听众是一位股票经纪人 课后 他开始尝试掌握戈德的方法 他开始想象自己在跟一位认识的 一万富翁交谈 这位一万富翁曾经赞扬过他选择股票的智慧 他不断地进行着想象 直至他觉得这种交谈变成了一种信仰 对这个股票经纪人而言 这种想象有助于他向顾客提供有益的股票信息 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利用自己的智慧 帮助客户赚起利润以及合理的理财 他现在仍然在使用这种潜意识的方法 并且在生意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最近一家大型的金融杂志还采访了他 一个将失败转为成功的男孩 16岁的托德告诉我 我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成功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或许我太笨了 我应该主动离开学校 免得他们开除我 随着我们交流的深入 我发现唯一出错的地方是托德的态度 他对学习漠不关心 对老师和同学也感到讨厌 于是我告诉他如何使用潜意识来获得成功 他开始每天提醒自己一些事实 尤其是在入睡前和早上刚起来时 正如我们看到的 这些时间是最容易影响到潜意识的时间 下面是他的自我激励 我意识到潜意识是我记忆的存储库 他会保留所有我从老师那里听到和读到的东西 如果我使用他们的话 我将会拥有完美的记忆 我的潜意识会帮助我回想起所有考试需要的知识 我将对老师和同学感恩 我真诚地希望他们都会成功并过得快乐 现在托德过着比以前开心得多的生活 他所有的成绩都是A 但他仍然坚持想象 老师和家长都夸奖他获得成功的情景 如何在买卖中成功 要想在买卖中获得成功 你必须记住 你的意识只是发动机 而你的潜意识却是马达 你需要发动马达来让机器正常工作 你的意识可以唤醒你潜意识的力量 把你的愿望传达给潜意识的第一步 是放松并安静地待着 尝试着集中注意力 放松和祥和的态度 可以防止一些错误的外来想法混入潜意识 更重要的是 当你变得安静以及善于接受时 强加的东西就会被减少到极小的程度 第二步就是想象一个你希望的结局 例如你希望能买房子 在放松的状态下 你需要做出如下的自我激励 我的潜意识是无所不能的智者 它将向我展示我心仪的房子 并且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够负担这间房子 我现在要将要求传达给潜意识 我知道它将很自然地给出反应 我对潜意识的信任就跟农民将种子放到地里 并相信它会结出丰厚的果实一样 你祈祷的答案或许会来自于一则广告 或是一个朋友的介绍 或许你会被直接指引到一个特定的地方 那间房子会和你想象中的房子一模一样 潜意识对你祈祷的回应可能以很多种形式出现 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你的潜意识 对它充满信心 假如你不是想买房子 相反你是想要卖出一间房子 一块土地或是别的什么不动产 那么你只要用相同的方法祈祷 潜意识也会给出指引 当我在洛杉矶卖出我的房子时 我使用的方法和现在很多房地产经纪人 所使用的一样 这种方法是我告诉他们的 并且收效甚大 我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写了此楼出售的广告 那天晚上 当我要肉睡的时候 我问自己 假如你找到了一个买主 你准备干什么呢 我心里想到 我会私下出售两个字 将它扔到草坪中 根据我内心的想法 我详细地构想了整个场景 我拔起这个广告 扛在肩上 将它扔到房子后面的垃圾桶里 然后对它说 我不再需要你了 谢谢你的帮忙 我带着满意的微笑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 就有一个人支付了定金 并告诉我说 可以将广告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我自然遵从了它的意思 与前面讲述的事情相比 这件事情确实没有什么新意 但它又一次证明了 内在世界拥有的一切 都会在外在世界呈现出来 换句话说 你潜意识思考的东西 会在现实世界中反映出来 外部世界会尊崇 并映射内心世界的想法 下面是另外一种 卖东西的方法 慢慢地 平和地 在脑海里不断重复下面的文字 潜意识会将买主引到我的身边 我的潜意识的强大的创造力 会准确无误地将我的顾客 指引到我身边 这个买主或许会有不同的地方 去看房子 但他会被他自己的潜意识指引 所以最后他心仪的一定是我这间房子 我知道买主是正确的 价格也合理 时间上也合理 所有的事情都是合理的 双方的潜意识会把我们拉到一起 我知道一定会是这样的 请记住 你所追寻的东西也一定在追寻着你 无论你什么时候想卖出一间房子 总会有一个人想要买你的房子 只要你合理地利用你的潜意识 你就能将你的意识从焦虑和不安中解脱出来 他是如何成功地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的 年轻人玛格丽特经常参加我的研修班 由于住的地方比较远 所以他需要转三次公交车才能够到 每次来听讲座 他都要花上一个半小时 一次 他在我的班上听说了一个男生 如何得到一辆梦想中的轿车的故事 回到家里 他就按照我说的方法进行了试验 后来 他还写信告诉我 他是如何使用这个方法的 以下是原文 亲爱的莫菲 我知道为了个人成长 我必须要有一辆自己的车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保证 我能够定期参加你的讲座了 我决定我要获得我心仪已久的凯迪拉克车 在我的想象中 我详细地描述了我获得汽车并驾驶它上路的所有细节 我看到我走进了展示大厅 并试着驾驶了我心仪的车型 我一遍又一遍地默默暗示自己 这辆车就是我的 在两周的时间里 我不断地想象着走进这辆车 驾驶它并感受它的内饰 上周 我终于可以开着凯迪拉克去听你的讲座了 我在英格尔伍德的叔叔去世了 他把凯迪拉克和一大笔遗产留给了我 一个执行官的成功之道 很多成功的商业领袖在成功之前 都会不断地在脑海里重复成功这两个字 他们知道 一个成功的信念包含了成功所需的所有要素 同样 从现在开始 你也可以不断重复成功这两个字 你的潜意识会接受你是个成功人士的想法 你也会在潜意识的激励下走向成功 你会被要求去实现你的想法 你的信念 成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你无疑需要在生活和与他人的关系上取得成功 你也需要在工作领域取得成功 得到一所漂亮房子 并得到足够过舒适生活的钱 你也希望能够在精神上取得成功 正因为你的生活很成功 所以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业领袖 通过想象你一直期望做的事情 和你一直幻想拥有的东西 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领袖 通过想象来感受成功的喜悦吧 将这种想象当作一种习惯 每天睡觉之前都来幻想一下 你就会成功地将这种信念移植到你的潜意识里面 只要你相信自己生而成功 奇迹就一定会发生 要点回顾 1. 成功意味着生活得很幸福 当你开心地从事喜欢的事情时 你就会成功 2. 找到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并坚持下去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那么就向潜意识寻求帮助吧 3. 专注于你所从事的行业 并坚持了解得比周围的人多 4. 那些成功的人都不自私 你要树立服务人类的梦想 5. 没有平静的心灵 就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 6. 一个成功的人有着良好的心理和精神解读能力 7. 如果你能够把一件事情想得很清楚 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提供做好这件事情所必备的东西 8. 带有情感的想法会变成一种主观的信仰 最后这种信仰会反过来影响你 9. 持续的想象会激发你的潜意识 带给你无穷的力量 10. 如果你想晋升 那么想象你的上司 你同事和爱人正在祝贺你的晋升 尽量使得这种想象生动而真实 感受人们的手势 倾听他们的声音以及所有的东西 经常这样想象 并让想象占据你的大脑 你会体验到潜意识带给你的乐趣 11. 你的潜意识是一个巨大的储存库 为了获得一个完美的记忆 你需要不断地重复以下的话 我全能的潜意识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都会告诉我我需要的东西 12. 如果你想要卖出一栋房子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不动产 你需要平和缓慢地做出如下的暗示 我全能的潜意识会将我忠意的买主引到我的身边 重复这种想法 你的潜意识就会帮助你实现 13. 成功的意念包含了成功所需的所有要素 经常自信 坚定地告诉自己你要成功 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帮助你成功